第一章 浪子回头巾不换 臭小子 太阳都晒屁股了 还不快起床 熟悉的声音在林耀宗的耳边响起 伴随着屁股上真实的疼痛感 这声音不是老爸的声音吗 听起来中气十足 怎么回事 自己不是饿死并死在街头了吗 难道自己在做梦 紧接着屁股上又挨了一脚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屁股的疼痛感逼迫他睁开了双眼 便看见父亲林国栋站在木板床上 手上还拿着一只破洞的解放鞋 臭小子 这下不装睡了 和老子斗 你还嫩了点 林国栋一边骂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一边把鞋穿上 林耀宗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此刻的父亲是那么的精力充沛 神采奕奕 爸 林耀宗试探着喊了一声 他怕这是一场梦 梦醒了 什么都没了 爸什么爸 昨晚上又去哪里鬼混了 林国栋很生气 这儿子昨晚上也不知道几点钟摸回家的 最近老是不着家 林耀宗一时想不起老爸说的 昨晚上去哪里是哪里 因为他的脑子还处于半清醒状态 这个时候母亲张秀兰走了进来 看到坐在地上的儿子赶紧小跑过来扶他起来 一边扶一边对着男人不满地说道 耀宗不就昨晚上晚一点回来了吗 你至于这样审犯人一样吗 林耀宗心疼自己的儿子 所以平时比较溺爱他 林耀宗见到满头乌发 依然还是秀丽柔美的母亲 眼泪再也忍不住夺况而出 妈 这生妈他日日夜夜在梦里喊着 可是母亲从来没有回应过一句 如今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喊了 因为母亲依然健康地活着 哎 你这孩子咋还哭了呢 是不是你爸又打你了 林母见儿子哭了 更是心疼不已 他平时不会打儿子 但男人会打 秀兰 你别怪着他 你问问他昨晚上去哪里鬼混了 林国栋担心儿子跟别人学坏了 有人告诉他 看到他家儿子和村里的混混王八在一起 这王八在家里排行老八 前面七个都是姐姐 所以叫王八 生得多 家里经济条件就不用说了 家里养不起 到了年龄的赶紧出嫁 后面小的送人的送人 家里宠着这个老来子 管也管不住 长此以往就成了村里的混混 经常干些鸡鸣狗盗的事 林国栋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 林耀宗听了父亲的话 深感惭愧 他也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自己被王八拉去打牌了 也正是因为他 一步步把自己带入了万丈深渊 妈 您坐这 爸 您和妈坐一块 我有事和您二老说 林耀宗把母亲扶到床檐坐下 林国栋见儿子 好像真的有什么事要和他们说 便一言坐到了媳妇旁边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林国栋并没有给儿子好脸色 这个儿子好吃懒做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就坐在家里吃闲饭 农活也不帮忙干 就一个二流子的样子 他看到就生气 不过他觉得 今天的儿子有点不对劲 平日里无事都不喊爸妈 有事才喊 而且平日里 他骂一句顶三句 挨打更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今天咋感觉这么乖巧 像集了家里守门的大黑 家里养的一条黑毛犬 爸 您别生气 昨晚上我被王八 拉去看人打牌 但我没有打 我保证 我还保证以后 都不和他一起玩了 林耀宗举手发誓 既然你这样说了 我就信你一次 要是发现你骗老子 我非打断你的腿 林国洞见儿子都发誓了 便想着相信儿子这一次 老林 儿子都发誓了 你就不能与其好点 张秀兰瞪了一眼男人那张 依然像扑克牌一样的脸 妈 不怪爸 是儿子不孝 不懂事 让您二老操心了 林耀宗看着父母 不已的 却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绪 林国洞见儿子像转了心 好像变了一个人 语气也就软了下来 好了 你知道错了就好 浪子回头经不换 我也就不说你了 爸 妈 以前儿子让你们操心了 以后我会好好的 做你们的好儿子 林耀宗扑通一声 跪在了双亲面前 咚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 这一下不光是林母吓坏了 林父也被儿子的 这番举动给惊到了 老两口赶紧把儿子扶起来 三个人依次在一旁的桌子 庞坐了下来 耀宗 你没事吧 张秀兰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 心里想着 儿子是不是昨晚上出去撞邪了 他心神不宁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男人 只见他男人也是摇了摇头 他想着 要不要叫村里的刘阿婆 来给儿子驱邪呢 妈 我没事 林耀宗笑着 对母亲摇了摇头 耀宗 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不能解决啊 你别怕 和爸说 天大的事吧都给你解决了 只要你以后好好的 不再犯错就好 林国栋倒是不信那些撞邪什么的 他以为儿子肯定是闯了什么祸 惹了大麻烦 要不然他想不通 儿子怎么还给他们磕头呢 以前可没有过 别说没给他们磕过头 就是最疼他的爷爷奶奶也没有过 林耀宗听到父亲的话 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 他无法形容此刻的内心感受 他只知道这个平日里 骂自己最凶打自己 也吓得了狠手的父亲 却是在内心深处 藏着最无私的父爱 他何其有幸 做了他们的儿子 得到了如此深沉的爱 他没有何其不幸 有了他这个儿子 想到过去的种种 林耀宗的心如万虫吞噬 密密麻麻的疼痛 席卷全身 他吻了吻心绪 擦了一把泪 不想让父母看出来 露出阳光般的灿烂笑容 握着老爸老妈的手 妈 我没有撞邪 您放心 爸 我也没有犯事惹麻烦 您放心 真的没有 老两口一口同声的问道 真的没有 林耀宗再次点了点头 老两口这才长出一口气 相信了儿子的话 那就好 去看看你爷爷奶奶吧 昨晚上 他们一直担心着你 林国栋见儿子不像撒谎 便开口说道 好 我现在就去 林耀宗起身 就要往屋外跑去 臭小子回来 把衣服换了 林国栋见儿子 衣服裤子上都是灰尘 赶忙喊道 要不然 老爷子他们看到 又要替他们的孙子 教训当儿子的他了 他也只有老老实实 挨训的份 林耀宗听到父亲的话 又折回来换衣服 爸 您是怕爷爷奶奶骂你吧 林耀宗调皮的 开了句玩笑 林国栋骂了一句 臭小子 皮又痒了 正想拖姐放鞋 被媳妇张秀兰 硬拽着拖了出去 林耀宗看着父母离去的背影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 第二章 莫非重生了自己 拥有了特异功能 林耀宗很快来到 爷爷奶奶的住处 爷爷奶奶住在老屋 原本爸妈和大姐二姐 也是住这里 老屋就两间正屋 一间堂屋 还有一个厨房 以及一间年代久远的茅房 估计还是太爷爷 他们那时盖的 后面随着三姐的出生 爷爷奶奶便提出了 盖房子的想法 没办法 家里实在挤不下 爷爷奶奶东拼西凑凑了钱 在自家一块自留地 给盖了新的土坯房子 虽然还是土坯房 但好歹是新的 房间也多了两间 当然 另盖新房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 这也是林耀宗后来无意间 偷听大人说话才听到的 大致意思是 老屋可能方位不好 生不出代把的 要知道 在农村儿子是根 女儿再好 也是要外嫁的 这是这个年代 大多数人的想法 家里没有一个儿子 也会被村里人说三道四 还会说成绝户 父亲母亲 本来要把老两口 接到新屋一块住 爷爷奶奶直接拒绝了 估计想着百年的时候 还是在老屋的好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二老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父亲拗不过爷爷奶奶 也就随了他们的意 住到新家以后 不过长一年鱼 老林家终于再生了 他这个败家子 而且还是龙凤胎 和他一起出生的 还有自己的妹妹林诗宇 一时间 林家风光无限 在村里也抬得起头了 爷爷奶奶 林耀宗有些激动的喊道 爷爷名叫林长青 是原来的老村长 在村里的威望 还是有一点的 奶奶是普通的农村妇女 名叫李菊香 在家相夫轿子 生了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两位老人都七十出头了 但身体依然硬朗 只不过后来 我的乖孙来了 李菊香见自己的大孙子来了 笑得合不拢嘴 大孙子来了 林长青见孙子来了 也很高兴地喊了一声 老两口平日里 很是心疼这孙子 毕竟他们家只有这一个男娃 林耀宗蹲在他们面前 紧握着两个老人家的手 顿时红了眼眶 看着依然健康的爷爷奶奶 心里百感焦急 大孙子 是不是被你爸揍了 林长青看大孙子 好像情绪不对劲 告诉奶奶 是不是你爸又抽风了 别怕 待会我收拾他 李菊香也发现 孙子的情绪不好 林耀宗听了老人家的话 更是觉得无地自容 想想当初的自己 真的是出声不如 爷爷奶奶当初为了帮自己 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帮他 最后自己还是死不悔改 才把他们气的 这一事 他一定好好做人 陪着他们 林耀宗里了一会情绪 努力地把眼泪憋了回去 再抬头 又是一张阳光灿烂的笑脸 爷爷 奶奶 爸没有揍我 就是说了我几句 说实话 其实老疼了 他爸下手可真狠 不过他觉得 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从来没有觉得 原来挨打也是一种快乐 真没有 林长青有点不相信孙子的话 毕竟自己的儿子什么脾气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 爷爷 真没有 我不骗你 林耀宗保证道 你这老头子 我大孙子说的话 你还不信 李菊香直接瞪了老头一眼 林长青这才没有说话了 林耀宗看着爷爷奶奶 这相处模式 也笑了 看得出 他们二老乡如以沫的 过了几十年 感情还是不错的 爷爷又问起了 昨晚上的事 林耀宗说自己和朋友 玩的忘了时间 所以晚了一点回家 以后不会了 林长青听爸也没有说什么 便起身要去干活 大孙子 你陪着你奶说话 我去把地里的菜浇了 老头子 你挑蛋粪 去浇那块辣椒地 李菊香见老头子 要去地里 盲说道 我知道了 林长青应了一句 说完他便挑着两只空筒子 手里还拿着一个粪勺 去了茅房 茅房上面盖的是茅草 四周用石头垒起来的 下面就是挖的一个 四四方方的大坑 上面铺了几块长方形的木板 中间留了合适空隙 这就是最原始的蹲坑 以前茅房旁边还有一个猪圈 只不过 现在没有养猪了 林长青刚刚把桶子放下 把板子移开一个大洞 就打算拿粪勺咬粪 就听到孙子的声音 爷爷 你在一旁等着 我来 林耀宗还没有等爷爷反应过来 就把他手里的粪勺拿了过来 粪勺上面有一个长长的饼 是木头做的 这样方便掏粪 也不会弄脏手 你怎么来了 这里臭死了 赶紧回去 他可不舍得让孙子干这么脏的活 爷爷 您能干 我为什么不能干 对了 刚刚奶奶说 有急事找您 您快回去看看 林耀宗灵机一动 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林长青一听这话 也顾不得那么多 叮嘱了孙子几句 就赶紧往回跑 爷爷一走 林耀宗低头看了一眼下面 底下那些不停蠕动的白色的小虫子 顿时差点吐了出来 胃里面翻江倒海 一阵阵难受 他强忍着 稍作调息 这才好受一点 心里想着 他的爷奶父母 每天都是干着这样的活 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以前的自己 肯定嫌弃的拔腿就跑 而且以前的自己 解决这些问题都是跑到附近的山上 除了晚上没办法 才会到茅厕上厕所 他开始一勺一勺的掏粪 很快一桶粪水就满了 他把他提到茅房外面 有了经验 他也适应了 第二桶也很快掏满了 他又把第二个粪桶提到了外面 正准备把木板移好位置 要不然别人上茅厕 就不小心掉下去的 那可不得了 严重点会出人命的 农村掉茅坑淹死的也不少 一道金光闪了又闪 一开始 林耀宗还以为眼花看错了 揉了揉眼睛 那道金光还在闪 而且是在粪水深处闪 怎么回事 自己还能看到里面 而且 那金光是怎么回事 莫非这份谁里面 还能够有金字不成 林耀宗摇了摇头 觉得自己肯定是重生过来 脑子糊涂了 这个时候 爷爷过来了 看到外面装的满满的粪水 欣慰的笑了 这孙子真的长大了 会给家里干活了 他很开心 走进茅坑 看到孙子在发呆 于是问道 大孙子 发什么袋啊 这里不臭吗 赶紧出去 爷爷 您看那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在发光 林耀宗指了指发光的那个地方 哪有什么发光的 你做梦吧 一天到晚想着发财 林长青拍了一下孙子的后脑勺 笑呵呵的说道 爷爷 您真没有看到 林耀宗不相信的问道 莫非只有自己看得到 莫非重生了自己拥有了特异功能 看到啥 我就看到一堆臭虫 赶紧出去 你不嫌臭 我还嫌臭呢 林长青莫名其妙的拉着孙子出去 接下来 林耀宗又挑着粪给爷爷交了地理的菜 这才回去了 他一路想着那道不停闪烁的金光 为了证实自己是不是幻觉了 他折返回茅房 结果不出所料 他又看到了那道金光 而且越来越强烈 他想了想 决定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 他怀疑那里面肯定有宝 第三章 粪坑掏宝 回到家里 林耀宗找到父亲 小声说道 爸 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什么事 臭小子 有话快说 林国栋看着神秘兮兮的儿子 不耐烦的说道 突然闻到儿子身上有一股臭味 又补充了一句 叫你去看爷爷奶奶 你又去哪里鬼混了 一身臭哄哄的 心里想着 这小子是不是上茅房掉毛坑了 看了看 又觉得不太像 衣服并没有湿 爸 我刚刚给爷爷挑粪浇菜了 所以身上有了味 林耀宗抬手闻了闻 还真是有味道 你小子瞎编吧 林国栋一点嫌弃的表情 看着儿子 他是不相信的 平时这个儿子别说挑粪了 你让他去井边挑淡水回来 他都不愿意 怎么可能 爸 我说的是真的 不信你待会问爷爷 林耀宗见父亲不相信自己 立马说道 林国栋见儿子都这样说了 也就信了七八分 母亲有可能包庇自己的孙子 父亲肯定不会撒谎 想着儿子可能真的开窍了 想通了 他心里也就高兴了几分 于是开了口 你小子有空多帮你爷奶做点事 爸 我知道了 我跟您说 咱家老屋的毛坑里 可能藏着宝贝 林耀宗猜测 那发出金光的一定是好东西 啥 你说啥 林国栋以为自己听错了 于是又问道 我说 咱老屋毛坑里可能有宝贝 林耀宗又说了一遍 你这臭小子 想发财想疯了 我正了 林国栋拿起床上的小扫帚 就往儿子身上招呼上去 这儿子太不让人省心 不想着去外面找事做 一天到晚 想着一夜暴富 爸 我说的是真的 您别打我啊 您听我说 林耀宗一边躲闪一边说 我听你说个屁 咱家毛坑有宝贝 简直是痴人说梦 你以为你是财神爷的后代 林国栋气的够呛 追的也够呛 父子二人围着桌子团团转 大姐林玉珠听到声音跑了进来 然后拦在他们中间 爸 四弟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大姐已经订婚 订好了年底结婚 也就是那月十二这天 林耀宗听到大姐的声音格外亲切 王姐是道 大姐 没事 爸和我闹着玩呢 大姐 对他最是疼爱呵护的 大概因为他是家里的唯一的男娃吧 玉珠 你让开 这小子整天做白人梦 我今天非打醒他不可 在他看来 踏踏实实赚钱 过日子 才是最重要的 爸 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也挺好的 弟弟还小 你让他练练也好 林玉珠一边说 一边给弟弟识眼色 让他快跑 林耀宗也知道 父亲压根不相信他的话 也就只有先跑了出去 等父亲气消了再回来 他想到大姐的未婚夫 那个人渣 还好现在只是订了婚 还没有结婚 一切还来得及 不过不急 现在才杨历八月 还有好几个月时间 他坐在屋外 不远处后山的草坪上 嘴里叼着狗尾八草 心里却总忘不了那道金光 他想来想去 最后决定去找五妹 五妹在县城的裁缝铺做学徒 每天早上去 晚上回 林诗宇刚刚走出裁缝铺 就看到高大俊挺的四哥 正靠在画树下 笑着看向自己 四哥 你怎么来县城了 他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我特地来接你啊 林耀宗拍了拍自行车后座 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四哥最好了 林诗宇坐上后座 拍着彩虹屁 他们是双胞胎 感情最好 也最聊得来 林耀宗听到妹妹这句话 顿时愧疚难当 有很多话想说 却堵在喉咙处 说不出来 最终说了一句 以后哥会对你更好 声音带着哽咽 大大咧咧 性格活泼的林诗宇 丝毫没有发现 哥哥的不一样 一路上叽叽喳喳地 说着自己在裁缝铺里 听到的各种故事 林耀宗没有像往常一样 调侃妹妹 只是默默地听着 此刻 他觉得很幸福 家人都在 不过很快 他把情绪调整好 和五妹说起了正事 五妹 哥可能发现了宝贝 你要不要合个一块 去把宝贝弄出来 不过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哦 宝贝 什么宝贝 在哪 哥 你可不能去干犯法的事啊 林诗宇怕哥哥 走什么所谓的捷径 五妹 瞧你说的 我又不是不懂法 怎么可能去干犯法的事 还有 那宝贝就在咱家老屋 他没有说在毛坑 怕吓着妹妹 当真 林诗宇睁着宝石般的大眼睛 一脸天真无邪 当然是真的 不过说好了 不能告诉任何人 林耀宗不想惹麻烦 林诗宇发誓的摇了摇头 哥 我保证不说 你快带我去看宝贝 现在还不行 要晚上 林耀宗小声说道 晚上吃饭 林耀宗看到了下班回来的二姐 林月瑶 二姐在林厂给林厂的人做饭 中午包吃 一个月也就七十块钱 虽然不多 但对于家里 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 大姐没有上班 在家里干农活 五妹学才凤 也是为了让她 以后有门手艺好谋生 将来可以嫁一个好人家 这也是大家的意思 林耀宗看到大姐 二姐 五妹 父母都在 有些激动 她再一次看到这些日思夜想的亲人 只可惜少了三姐 三姐有一次跟着大姐 还有母亲去采购年货时走丢了 家里人一直在找 不过一直都没有消息 现在她既然重生回来了 就一定要把三姐林小月找回来 当然除了这件事 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 她也要去做 她把心里的异样情绪藏了起来 笑着给每一个人加菜 个个都叫了个遍 吃完饭 还主动把碗筷洗了 几个姐姐看到这个弟弟 扑如其来如的改变 都欣慰的笑了 她是他们林家唯一的男儿 自然都希望她能够出人头地 林耀宗刷着碗筷 泪水啪哒啪的掉入洗碗盆中 而她自己却毫无察觉 这一切落入了林府的眼中 她没有走进去 而是默默的转身走了出去 坐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 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 抽着抽着 她笑了 林耀宗洗碗碗 洗了把脸 然后就去找五妹了 两兄妹拿着手电筒 捏手捏脚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哥 你咋带我来茅房啊 林氏宇闻到臭味 捏着鼻子问道 五妹 小点声 你看看里面 有没有看到发光的东西 林耀宗指了指里面 林氏宇忍着不舒服 往里面瞅了瞅 摇了摇头 哥 我啥也没看到 林耀宗探镜头看了看 立马又看到金光闪烁 心里更加肯定了一个想法 他立马找来一个 原来用来摘果子的长钩 长钩一头是竹子 另一头牵着一个型的铁钩 五妹 你给我打手电筒 剩下的我来做 林耀宗把手里的手电筒 给了妹妹 林氏宇虽然不知道 哥哥要做什么 但也听话地接过了手电筒 林耀宗借着手电筒的光 按照记忆 在发光的那地方 使劲地捞着 哥 你小心点 林氏宇怕哥哥不小心掉毛坑 提醒道 我知道 马上就好了 你忍一忍哈 妹妹站在那里 肯定也是闻得到臭味的 但也没办法 本来白天想着让父亲打掩护 把东西弄上来 谁知道 父亲压根不相信 他就只能晚上来了 果然有东西 林耀宗在黑暗中露出一个笑容 因为他用肠勾勾住了一个东西 他感觉是一个盒子之类的东西 哥 真的捞到东西了 林氏宇也很兴奋 都忘了臭味了 第四章 竟然是石头 林耀宗应了一声 妩媚 我好像勾到了什么物体 是吗 四哥 那你赶紧把东西捞出来 林氏宇急促地催道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看里面的东西 是什么宝贝了 没想到 老屋的毛坑里 还真有东西 别催我 你这催我我都紧张了 我正在慢慢往上提呢 我已经勾住那东西了 林耀宗暗暗用力 外加小心翼翼 就怕一不小心 东西掉了回去 林氏宇一听哥哥这样说 也赶紧闭了嘴 不再说话 手电筒的光 已经看清楚了 勾上来的还真是一个盒子 林氏宇也看到了 连连点头 四哥 我们赶紧去洗干净盒子 这样就可以拿回家看看 里面是什么了 林耀宗也顾不得臭烘烘的盒子 直接用手提着往外走去 两兄妹很快来到了村里的河边 村里这条河叫望夫河 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反正好多年了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于是林氏宇打着手电筒 林耀宗就认真的在盒里洗着盒子 差不多洗了半个小时 林耀宗用妹妹手里的手电筒照了右照 确定洗干净了 然后用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旧衣服 包着盒子 四哥 你说这盒子里面是啥东西啊 林氏宇一边走着 一边问 我也不知道 咱回去再说 林耀宗小声说道 回到家里 林耀宗让妹妹赶紧去洗澡 这身上的臭味还是挺大的 要是让家里人发现就不好了 林氏宇闻了一下 差点吐出来 于是赶紧回自己屋拿衣服洗澡去了 林耀宗则是拿了衣服 带了一块肥皂到河边去洗澡了 他平时洗澡都懒得用肥皂 男人没有女人那么细节 今天实在是身上胃太重了 不用肥皂怕是洗不干净 洗完澡 他穿上衣服才回了家 结果在门口就看到 站在那里等自己的妩媚 四哥 你是不是去河边洗澡了 他今天要是不看看盒子里的东西是啥 他恐怕一晚上都睡不着了 你这丫头 不就是想看看宝贝吗 林耀宗直接戳穿妹妹 嘿嘿 四哥 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一猜一个准 林耀宇笑嘻嘻的 跟着哥哥进了屋 那东西恶心死了 可别埋谈你哥了 林耀宗听到蛔虫 就觉得恶心死了 小时候有一次被母亲哄着 吃了几颗三角形五颜六色的糖 第二天早上就 看到那冒着热气 还会扭来扭去的 像蚯蚓又不像的东西 他吓得哇哇大哭 从此以后 看到那东西 就起鸡皮疙瘩 林耀宇这才想起来 哥哥对蛔虫两个字过敏 立马赔不是 四哥 我忘了 夏不为利哈 我们是双胞胎 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林耀宗这才说了句 你说的 夏不为利哈 其实他根本没有生气 他以后只会更加宠爱自己的妹妹 接下来 林耀宗把盒子从床底下拿出来 恭恭敬敬地放在桌子中央 因为灯泡装的位置 正好在桌子中央上方处 虽然这个时候的灯泡 折射出来的光线 是昏黄昏黄的 但好歹有灯 五妹 你把衣柜上面的手电筒拿过来 林耀宗觉得还是太暗了 看不太清楚 林士宇赶紧把手电筒拿过来 递给了哥哥 这下林耀宗彻底看清了盒子的全貌 盒子顶上呈三角状 上面有一个有些厚度的铜环 林耀宗断定自己的长钩 肯定是勾到这个铜环的 要不然 这个盒子还不一定弄得上来 盒子通身是木头的 虽然时间长久 但还是能够闻到淡淡的檀木香 木盒周身都叼着花鸟 从图案看得出 雕工非常精美 盒子上上了锁 也幸亏上了锁 要不然 里面的东西浸在水里时间长久 里面就是有宝贝 也得糟蹋了 林耀宗看了看这把锁 皱了皱眉 该如何打开呢 他前时跟着学坏 倒是学会了开锁撬锁 可是他不想当着妹妹的面 用这种方法开锁 四哥 怎么办 这盒子锁着呢 林士宇也是看着干着急 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五妹 要不然这样 哥试一试 之前我看镇上的修锁将开锁 学了一些 林耀宗灵机一动 随即编了一个理由 四哥 我咋不知道你学了开锁呀 他只记得 哥哥从来都是游手好闲 也不爱干地理的活 就爱往外面瞎跑 他很是疑惑 哥哥会去学开锁 哥以前不懂事 爱完 最近开了窍 想通了 就上个星期才学的 刚刚学了几天 这不还没来得及 告诉你吗 林耀宗随即扯了两句忽悠过去 林士宇这才相信了 哥哥懂事了他做妹妹的 肯定高兴了 四哥 那你试一试吧 林耀宗又从他的书桌抽屉里 找出来一根细铁丝 便开始操作起来 本来可以几秒钟就开的锁 林耀宗为了不让妹妹怀疑自己 他硬生生地花了五六分钟 把锁打开 四哥 好要的 林士宇夸赞道 竖起了大拇指 随后两人紧张地盯着木盒子 五妹 你来开吧 林耀宗搓了搓自己的大手 说道 四哥 你是哥哥 还是你来开吧 林士宇摇了摇头 他怕打开看到的里面装的是石头 而不是宝贝 自己运气一直感觉都不太好 打牌的时候 也是十读九书 四哥 要不然 咱俩一块打开看吧 林士宇最后说道 争来争去也没有用 还不如早点打开看了 一二三 开两兄妹默默地在心里喊着 盒子被缓缓打开 林士宇顿时泄气了 还真的是石头啊 此时 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乌鸦嘴给缝起来 原来里面真的躺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头 林耀宗看到石头 心里却是非常高兴 如果他没有看错 或者说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石头绝非普通的石头 要不然 这个盒子的主人 为什么当宝样的藏长 而且他看这些石头的时候 眼里都有金光闪过 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第五章 盒子里另有玄机 妩媚 又不全是石头 里面不是还有银元和手镯吗 林耀宗眼尖地看到 里面的银元和手镯 虽然只有少数的二三十个银元 和一对银镯子 银元才那么点 都是一块钱的面额 加起来也就才三十多块 而且现在也不能当钱花啊 林耀宗并不知道银元的价值 所以才会这么说话 他和哥哥大费周章弄上来的东西 就是这些不能花出去的钱 那对手镯倒是可以去当点钱 可是也不多啊 伍妹 别泄气啊 这银元也只百来快一个 林耀宗把银元拿出来数了一下 居然有三十二个 真的 值那么多钱 林耀宗这才笑了 总算他和大哥 没有白白辛苦 这里三十二个 一个一百块 也有三千多块钱 妈呀 发财了 当然是真的 不过要找对买主 林耀宗拿了一个竹子做的竹筒 把银元全部放了进去 那四哥 你拿去卖个好价钱 正好大姐年底出价 可以给他多赔点嫁着 林耀宇笑得眉眼弯弯 这边有女方陪嫁多 男方就更加看重女方的风俗 林耀宗只是恩了一声 没有多说其他 他想着的是 一定要想办法 搅黄大姐这个婚事 因为他深知 那个混蛋不是好东西 哥 你不开心吗 林耀宇发现 哥哥的脸色明显不对 便出声问道 没有 我在想 如何把这些银元卖个高价 林耀宗随意找了一个借口 四哥 不如去花都吧 那里应该有古董店吧 林施宇提议道 自己虽然没有去过花都 但也听裁缝店的老板娘说过 里有好几家珠宝古董店呢 林耀宗点了点头 妹妹说的是 改天我带这些东西 去趟花都 花都市是个大城市 经济方面还是挺好的 它本来也是打算去那里的 那里有最大的古安街 别说花都 就是他们所处的杨江这个小县城 都有几个小的古董铺子 还有一两个几十年的老字号的当铺 至今还在营上 而他们这个信花村 正是入属于杨江县十里镇 五妹 这对银手镯 你不留着 虽然这对手镯 看上去款式不够新颖 却看得出 纯度高克重也高 估摸着一个有七八十克 四哥 这对银手镯过于老气 我一个小姑娘带不合适 不如给一只奶奶 给一只母亲吧 听说银子可以驱邪避灾 带了对身体好 林诗宇提议把他们 给母亲和奶奶 好 听妹妹的 不过我要先拿去金店处理一下 这样 奶奶他们才不会多疑 重新洗一下 就像新的一样 再和老人家 说是他买的就行 至于买镯子奶奶的钱 他在找说辞就是 四哥 这些石头怎么处理 要不然 我现在把它扔了吧 林诗宇看着这些石头就来气 这些石头我会处理 五妹 你就别管这些石头了 林耀宗赶紧找来一个黑色布袋 把石头放进布袋 然后放到了自己的枕头一旁 他也不能百分百确定那些石头 就是翡翠原石 也无法和妹妹说这些东西 毕竟他对翡翠原石没有什么概念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一切要等鉴定了才知道 林诗宇不明白 哥哥为什么把几块石头当宝 不过也没有多问 四哥 我回去睡觉了 林诗宇有些困了 反正所谓的宝贝也看过了 虽然没有看到珠宝 但至少收获了一些银元 如果真的可以卖个两三千块钱 那就发财了 嗯 你回屋睡吧 这些东西我来收拾 林耀宗知道 妹妹明天还要去上班 这里到十里镇也要走上二十分钟 所以早上还是要早点起床了 妹妹走后 林耀宗正打算把盒子合上 却不料 他随意瞥了一眼 空空如也的盒子里面 谁知道里面还有金光在闪 这可把林耀宗高兴坏了 他断定这个盒子里面 肯定有加层 他仔细地看了看盒子里面 这才发现 盒子底部的绒布 仿佛是粘上去的 他看到了周围 有一点点白色的胶状物 想着是不是米浆 他找来一把小刀 慢慢地沿着底部边缘滑开 果然不出他所料 最后红色的绒布 被他撕开一脚 随后 整块绒布 都被他用工具夹了起来 林耀宗把红色绒布 轻轻地放置在桌子上 正想去看盒子的时候 先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门口响起来父亲的声音 耀宗 林耀宗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随手把盒子啪的一声盖上了 然后迅速地 把盒子扔进了床底下 等到林国栋进来的时候 就见儿子懒洋洋地躺在床上 爸 您这么晚还不睡啊 林耀宗装作被吵醒的模样 他现在不敢告诉父亲 自己去粪坑里掏饱了 也怕父亲不相信自己 以为自己又干了啥坏事 才得的那些东西 最最重要的他 他自己有这个食堡能力 会把父亲吓到 于是他决定隐瞒家里人 至少现在是不会说的 更不可能告诉他们 自己是重生回来的 你小子睡觉都不关灯吗 你知道电费多贵吗 林国栋正是看着儿子屋里 还亮着灯才进来的 电费那么贵 家里挣钱的就老大和老二 老五学财奉还要学费 自己和媳妇也就种点粮食 养了两头猪 一年到头也攒不要几块钱 可不得省着点 晚上吃饭还以为儿子懂事了 没想到睡觉还开着灯 他自然就不高兴了 林耀宗一听 原来父亲是因为他睡觉没有关灯 怪不得语气不太好 连忙坐了起来解释道 爸 我不小心睡着了 忘了关灯 下次一定注意 耀宗 你也不小了 十八了 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爷爷老了 爸也老了 护不住你了 以后还是要靠你自己的 林国栋见儿子认错态度好 便忍不住说了这番话出来 爸 我知道了 我明天就去城里找工作 从今以后 好好做人 再也不婚日子 林耀宗听着父亲语重心长的话 又触动到心里的某处 强忍着心里的愧疚哽咽到 这一刻 他感受到父爱如山 好 好 这才像我林家的子孙 林国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满意的走了出去 走到门口还说了句 早点睡 林副走后 林耀宗躲在被窝里 却流下了眼泪 无声地哭泣着 第六章 救下未来老婆 林耀宗久久无法入睡 他想着父亲那句 爷爷老了 爸也老了 再也护不住你了 既然睡不着 他索性爬了起来 穿好鞋 然后从床底下 把那个盒子重新搬了出来 这次他没有开灯 而是拿起了放在桌子底下 许久没有用的煤油灯 借着手电筒的光 他看到玻璃煤油灯里 还有一半煤油 便在抽屉里拿出打火机 点燃了煤油灯 虽然光线不太好 但优点是可以更加靠近盒子 反而不比开灯的效果差 这个时候 这十瓦的灯泡 本来就光线不好 还不如煤油灯看得清楚 他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打开 却被里面的东西给惊到了 感叹一句 真的是天助我眼 原来里面静静地 躺着五根金条 好在这盒子密封效果好 盒子里面没有半点水 即使被它清洗过后 原来的色泽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所在的城市叫花都 而他们村 则是阳江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 林耀宗思绪片刻 心里就有了打算 把盒子重新合上 放入床底下 然后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他早早地起床了 吃过母亲 煮的红薯稀饭 就载着妹妹去了县城 一路上两个人有说有笑 骑自行车去县城用不了多久 也就十分钟不到 四哥 你今天咋这么早起床 平时哥哥可是要睡到日上三干 我昨天晚上不是和你说了 要去县城吗 林耀宗说道 对哦 我都忘了 这都怪你平时喜欢睡懒觉 所以我才奇怪啊 林诗宇笑得眉眼弯弯 林耀宗也不生气 嗯 五妹说的对 以前哥太懒了 以后要勤快点 林诗宇一愣 随即笑道 四哥 你说的是真的 那咱爸可高兴了 他虽然在家里排行最小 但也知道 四哥是家里的最最重要的 嗯 林耀宗嗚了一声 继续骑着自行车 很快 林耀宗就把五妹送到了长春财缝铺 随后骑了近里远后 又冲妹妹喊道 五妹 要是哥没有来接你 你自个回去 他也不知道 自己要多长时间办事 有可能赶不回来 好 我知道了 四哥 林诗宇朝哥哥挥了挥手 反正走回家也不远 林耀宗这才骑着自行车 飞速离开 长春财缝铺位置 离县城中心 其实有些远 不过骑自行车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到了阳江县城中心 他先是骑着自行车 六了一圈 随后还是决定去花都 摸了摸他包包里的东西 还踏踏实实地躺在里面 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他把银元和手镯 还有那几块石头 放进包包里了 而金条他绑在了自己的脚上 他把自行车 放在了一个 修自行车的老师傅那里 老师傅 他其实也不知道 对方的真实姓名 只知道 大家叫他张师傅 于是他也跟着这样叫 因为他经常到张师傅 这里修自行车 所以一来二去也熟了 自己虽然混蛋 但从来不会少老人家的修车钱 张师傅对他印象还不算坏 有时候话里话外 还会劝他几句 只不过当时的自己 根本听不进去罢了 放好自行车后 他便朝汽车站走去 去花都是要坐汽车去的 走到半路 他看到两个混混 正围着一个女孩子 其中一个还想动手动脚 女孩愤怒的训斥 声音里带着哭腔 他想也没想 直接走了过去 呵斥道 你们想干嘛 大白天的 居然敢调戏女孩子 两个混混听到有人说话 转过身来 其中一个说道 兄弟 不要多管闲事 拾去的走开 本少爷我就不和你计较 林耀宗心里冷哼一声 可真是冤家路窄 这两个混混 就是与他前世称兄道弟的好兄弟 李无良 李无才 他们两个是亲兄弟 也是县城出了名的混混 在县城称王称霸 更是地下赌场老板 白老大的左膀右臂 经常借白老大的名头 胡假虎威 毕竟白老大是当地的地头蛇 平日里无恶不作 抢劫偷盗 都是家常便饭 前世他被村里的王班 介绍给他们认识 从此 他们两个带着他大吃大喝 住高档宾馆 最后把他带进了赌场 慢慢的 自己就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他们先让他尝到甜头 在他输了以后 还主动借钱给他 最后他疏红了眼 又唆使他去向赌场老板 借高利贷 就这样 利滚利 最后 自己还被他们打残 我今天就管定这闲事了 你们要是不想吃牢饭 就赶紧滚 要不然 林耀宗把拳头 捏得割落作响 他今天有事要办 本想着 他们能够自己跑了最好 不用耽误自己的时间 李无良和李无才两个人 哈哈大笑起来 哥 咱今天还碰到一个不怕死的 他居然说 要送我们去吃牢饭 李无才说道 脸上满是嘲讽 小子 你怕是不知道 我们兄弟俩是谁吧 敢这样和老子说话 简直是找死 李无良抬起一脚 就朝林耀宗踢去 林耀宗侧身就避开了 随即两只手 抓住李无良的脚 只听得卡擦一声 大概腿舌了 李无良疼得嗷嗷大叫 弟弟 快 快做了他 我的腿断了 李无才看哥哥吃了大亏 呃 从胆边生 掏出水果刀 就朝林耀宗冲了过来 喂 孝心 刀 女孩着急的声音响起 原来被调戏的女孩 一直没有走 因为他担心 这个仗义相助的小伙子 毕竟人家是为了救自己 林耀宗不慌不忙 伸出一只修长的大长腿 百米冲刺过来的李无才 拿李沙的住车 直接被伴着摔了一个狗吃屎 接下来 林耀宗直接上踩着他的背 捡起地上的刀 拍了拍他的脸 现在还想做了我吗 不敢了 不敢了 大哥饶命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下次再也不敢了 李无才吓得差点尿裤子 急忙求饶 饶不饶你们 可不是我说了算 林耀宗冷笑一声 只听得咔嚓两声 李无才疼得呲牙咧嘴 却是不敢叫出来 就怕这年轻人 要了自己的小命 那明晃晃的水果刀 还在对方手上呢 美女 帮忙找两根绳子来 林耀宗抬头说道 这一抬头她顿时惊呆了 这才看清了眼前的女孩 那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庞 那微微上翘的凤眼 那挺翘的鼻梁 那粉嘟嘟的红唇 那如玉的肌肤 那眉心的一点朱砂 就是她日日夜夜思念的 前世老婆秦依兰 前世她无意间在商场看了她一眼 就一眼万年了 即使她比自己大了三岁 自己也义无反顾地爱上了 多方打听 知道她在县城当小学教师 于是她制造各种机会 再加上甜言蜜语 送各种礼物 当然再利用利用自己出色 迷人帅气的外表 很快就抱得美人归 即使岳父岳母 瞧不上她家条件 当然更看不上她 也只能答应了 此刻的林耀宗 真的是百感交集 眼睛酸涩 内心更是汹涌澎败 激动万分 她恨不得上前 把她紧紧拥入怀里 再也不放开 可是她现在不能 现在老婆还不认识她 不能让她以为自己 也是登徒子 想着前世种种 她真的诸狗不如 对不起她和孩子 那天她和她吵架 要带着三岁的女儿 林娇娇回县城 谁知道发生了意外 这次以后 她更是每日酗酒 破罐子破摔 最后落得 横尸街头的下场 她的眼神变得炽热 直勾勾地看着秦一兰 你怎么了 秦一兰见她呆呆地 看着自己 有些不适 微微低头 小声问道 随即把找来的绳子 递了过去 哦 没什么 我就是 看着你有点面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耀宗 林耀宗察觉自己 刚刚太那个了 连忙找了个借口 也想着抓紧机会 让未来老婆 先认识认识自己 她本来还想着自己稳定了 再和老婆谈谈恋爱 然后当然是娶回家 弥补自己的过去 没想到这么快就 秦一兰也被林耀宗逗笑了 明知道 对方是故意这样 却还是回了一句 可能是吧 我叫秦一兰 这样追女孩子的戏码 她都不知道遇到多少次了 不过这是唯一一词 不让她反感的 接下来 两人合作 把李家兄弟俩绑了 然后一起送到派出所 一路上两个人相谈甚欢 互相留下来联系方式 林耀宗的联系方式 当然是大队公社的电话号码 秦一兰母亲 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父亲是学校的教授 家里面装了电话的 这在当时可以说 家庭条件相当的不错 当年自己凭着三寸 不烂之蛇之蛇 连哄带骗的 让秦一兰对自己死心塌地 当然 秦家怎么可能 让自己的宝贝女儿 嫁给自己这个不学无数 啥都没有 又是农村户口的穷小子呢 林耀宗在狐朋狗友的挑拨下 和秦一兰偷拾了禁果 导致秦一兰未婚先孕 老师的工作也被开除了 跟着她回了农村 两人又聊了几句 这才分别 秦一兰走后 林耀宗看着手里 无比熟悉的电话号码 内心无比的激动 心里默默念叨 一兰 老婆 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接下来 林耀宗赶紧坐车去了花都 第七章 卖银元 一个半小时后 林耀宗到了花都 花都还是记忆中的样子 不过已经有了一些 新旧不一的楼房了 这里有着专门的美食街 其实就是各种小吃会集的地方 还有一条专门卖服装的街 叫做时装街 最出名的大酒店 当然还是在市中心 还有最大的商场 最大的珠宝店 最大的游乐场 这些都不算什么 也不是花都 最有特色的 最让人记住的地方 这里面最吸引人的地方 还得是南边的一条深水小巷 它是一条古董街 这条街上开满了古董店 听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也是迄今为止 没有遭到破坏 为数不多的古董街了 这条古董街上的古董店 都不少于二十家 各个掌柜 现在叫老板 不兴掌柜的叫法了 毕竟是新社会了 他们那可都是长了一双孙猴子的法眼 火眼金金 或好不好 哪个年代 基本一丑一个准 哪位要是想拿着高仿的东西去糊弄 想卖个好的价钱 那就比登天还难 这条街旁边还有一个胡同 也叫二里胡同 因为这个胡同 全长二里路 因此就有了这个名字 胡同里两边坐满了生意人 他们都是在这里卖古董的 有的说从别人那买的 有的说是自家祖传的 当然在里面的真真假假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反正他们的话 你别信就对了 要不然裤衩都没了 林耀宗想了想 决定先把这些银员卖了 背在身上 沉甸甸的 不舒服 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掏个宝贝回家 他现在第一件事 就要搞钱 这样过年之前 把大姐的婚给退了 林耀宗深吸一口气 向古董街走去 他绝不允许大姐 再嫁给那个大渣男 这么多古董店 林耀宗想了想 不能在一家出售 以免别人怀疑 这个年代 其实好多人家里 还是有姻缘的 他拿出一些来当卖 也是说得过去的 毕竟好多人家这样做 他先在左边挑了一家老字号 名叫朝阳迅的古董店 走进去用余光打亮了一下 店面不算大 倒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里面的古董 还有奇珍玉器也不少 里面还隐隐透出 一股檀木的幽香 让人非常舒服 里面的老板 也是一个头发胡子 都花白的六寻老者 此人虽头发胡子花白 但红光满面 一看精神头就相当不错 而且他目入金光 一看就是一个阅历丰富 眼光独辣的生意人 小伙子 你可是有什么好东西想要出售 老板姓周 行业里的人都叫他周三爷 这个古董店 传给了他 如今他守着这个店 也有二十多年了 林耀宗听到老板问他 立马笑着回了一句 老板 你咋知道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很简单 你竟然并没有过多的 浏览我店里的东西 而且身着朴素 身上还背了一个布包 当当你进门的时候 我听到了金属碰撞 发出的声音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那个布袋里装的 应该是银元吧 小伙子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周三爷笑呵呵的说道 林耀宗一听 还真的是一个高人 好在自己把那些石头 给绑得紧紧的 要不然 也会被他听去声音 看来 以后自己在外面 还是要多长一个心眼 林耀宗想到这里 嘿嘿一笑 上前说道 老板 您耳朵可真灵 还真被你说对了 不知道您这收不收 什么价位 收肯定收 价位是要看你东西的 成色完整度 和哪个时期的 古董这行 肯定是要先看货再定价 同样的货种 还分1369等呢 林耀宗知道 老板说的没错 先验货 再谈价钱 这也是行规 他用手帕包着自己的手 从布袋里 拿出20枚银元 放在老板 事先放好的托盘里 托盘里面 放了一块厚实的红色绒布 周三爷瞅了一眼 笑着说道 小伙子 保存的这么新 没有任何缺崩 不错 这简直就和崭新的 没有区别 林耀宗知道 成色和完整都是过了 现在就是要看年份了 周三爷先是很认真地 擦拭了自己的金丝老花眼镜 然后给自己 架在了鼻梁上 接下来 他冲里面喊了一句 牢里 打盆水出来 林耀宗这才发现 店铺的珠红色布帘里面 原来还有一个暗房 只是他奇怪 验货还要水做什么 正当他一脸纳闷的时候 里面走出一个 穿着断棉布 长挂的男人 咋感觉像古代电视剧里的尸业 他的手里端了一盆水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三爷 水打来了 周三爷走过去 尽了尽手 林耀宗这才明白 原来是打水洗手 周三爷又用那个男人 准备好的干棉布 把手上的水擦干净 带手上水干了后 他这才给自己 戴上了一双白色的棉质手套 最后拿起因缘看了起来 他的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非常的淡定 林耀宗则是被他刚才 那一系列的操作给震住了 没想到就看个东西 还有这么多讲究 如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是不会相信的 他也没有说话 也就一直这么静静地等着 而之前的那个男人 又进了里屋 大概是忙其他的事情去了 周三爷看到最后两枚的时候 表情凝重起来 翻来覆去看了几分钟 最后又拿起玻璃柜里面的放大镜 对着最后两枚银元看了起来 一下子看看这块 一下子看看那块 脸上有着明显的惊喜 其实说实话 这些银元 他根本没有仔细看过 只是瞅了一眼 只知道是银元 他好像瞅见是原大头 反正以后挺值钱的 现在应没有一百 也有七八十吧 他如此想着 但是他忘记了 现在才八十年代末 银元这东西并不值钱 小伙子 你这些银元里面 有十八枚是原大头 不值什么钱 现在市场价也就二十到三十之间 不过你这个品箱好 又是真的 我就给你算三十吧 这些银元品箱非常好 现在市面上是不少 不过再过十年二十年 就不一定了 所以这东西收藏价值是一定有的 林耀宗一听才三十 心想这也太少了吧 他还以为可以卖一百块一枚了 昨天他还和妹妹说一百来着 没想到三分之一都没有 现在怎么办 转眼一想 这个老板 不会是骗自己吧 于是问道 老板 你不会看着我年轻 不懂 故意骗我吧 年轻人 我的店都在这里 随便一件东西 也比你这些贵 你觉得我一把年纪 至于骗你吗 你不信 可以在这一带打听打听 我周三爷是什么人 周三爷差点被气笑了 不过也是十分理解 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林耀宗一听 周三爷便不再吭声了 虽然他没玩过古董这行 但也听说过周大爷的名号 他不仅经营着古董店 还是商会的会长 社会地位很高 而且此人童所无欺 所以大家都放心 来他店里做买卖 林耀宗想了一会 便点了点头 周三爷 那就按照您说的价卖了吧 三十就三十 另外两枚 您要是不要了 我就带回去了 林耀宗只能妥协 把这十八枚卖了 他用手帕遮着手 打算把另外剩下的两枚 看上去比原大头小的银元包起来 且慢 小兄弟 我可没有说 不要这两枚 这两枚恰恰是这里面最值钱的东西 周三爷急忙用手拦住他 吓得他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那这两枚多少钱 林耀宗一听更值钱 心里更加高兴 但脸上尽量不显露出来 同时 他特意看了那两枚银元 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满洲大清女人的头像 另一枚好像中间有四个字 底下还有一排小字 他根本不认识这是什么银元 昨晚上被他霸一下 都没怎么看 第八章 我成了万元户了 周三爷反复地拿着那两枚银元 用放大镜看了又看 然后又以异样的眼神 看了林耀宗一眼 林耀宗被看得心里发毛 只能强作镇定地问道 周三爷 这两枚银钱可是有什么问题 林耀宗想着 不可能是假的吧 周三爷摇了摇头 这两枚银钱是真品 小伙子 不介意的话 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这些银钱是哪里来的 本来行规是不能问卖主这些的 他只是好奇 这些银钱是如何保管的那么好 简直就是和新的没有区别 而且这两枚银元 可是离现在好多年了 咋就还那么新呢 这其中一枚是宣统元宝 一枚是光绪元宝 这两种本就西贵 还保存的这么好 那就更难的了 林耀宗想着 难道对方怀疑什么 不过很快笑着反问 周三爷 难道你们这行开股董店 还要问客人东西的来历 不是的 我只是好奇 你要是不愿意说 也没关系的 周三爷知道自己是坏了行规了 他也只是一时好奇而已 万一人家生气了不卖了怎么办 于是赶紧说没关系 也没什么不可说的 你要是想知道 我也可以告诉你 这是我太爷爷的爷爷 一代一代留下来的 最近我爷爷才给我的 实在是家里缺钱用 没办法 林耀宗叹口气说道 编故是谁不会编啊 至于信不信 那就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看来 你祖上之人 也是一个高人 周三爷觉得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只可惜 估计早已和阎王爷做伴去了 应该吧 周三爷 那您看这两枚值多少钱吧 林耀宗并不想和他说那么多废话 毕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小伙子 这枚宣筒元宝 我给你算三千 这枚光绪元宝 给你算五千 你看如何 周三爷考虑了一会 开口说道 啥 你说多少 林耀宗怕自己没有听清楚 又问了一遍 也不能怪他 实在是他对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概念 也不知道哪一种值钱 周三爷以为他说的价钱太低了 对方不满意 万一对方不高兴去了别家 那就得不偿失了 袁大头倒是没什么可惜 可是这无论是宣筒元宝 还是光绪元宝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以他的经验来看 将来这两个东西的价值 估计翻几十倍 都有可能 于是他又说道 小伙子可是嫌少了 要不然宣筒的给你四千 光绪的给你六千 你看如何 林耀宗虽然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 但是看到老板主动加价 那就说明 这东西以后生殖空间很大 于是他笑着说道 要不然 你把前面十八枚的五百四十块钱 先给我 这两枚 我还是想留着做个纪念 反正也能暂时救救急了 说着 林耀宗就要把那两枚收起来 周三爷赶紧拦住 别呀 小伙子 这拿都拿来了 拿回去就没意思了 要不然这样 你家里也等着钱用 我就再让一步 宣筒元宝 我给你六千 光绪元宝 我给你算八千 不能再加了 心里暗骂一句 臭小子 你倒是匆忙 两枚值钱的要拿走 不值钱的全卖给我了 没办法 周三爷只能再一次加价 他其实赌的就是 以后这东西的增值空间 那好 您老人家那么爽快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东西卖给您了 您把钱给我吧 林耀宗差不多见好就收 人不能太贪心了 差不多得了 小伙子 你索性把剩下的也卖给我吧 我早就听到声音了 周三爷指了指林耀宗的身上的布袋 笑呵呵的说道 林耀宗心想着老头耳朵真灵 既然被发现了 林耀宗黑黑一笑 把剩下的十枚银元拿了出来 没想到 里面居然还有一枚光绪轩筒 这人周三爷笑得合不拢嘴 今日收获不错 小伙子 你等一下 我进去拿钱给你 外面并没有放这么多钱 好 我等你 林耀宗微笑着点了点头 内心却是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几分钟后 周三爷端着一个托盘出来了 上面放着崭新的票子 林耀宗看着 心里说不出的激动 小伙子 二十七枚元大头 八百一十块钱 两枚光绪元宝 一万六千块 一枚轩筒元宝六千块 一共两万两千八百一十块钱 钱都在这里 你数一数 看对不对 周三爷把托盘放在林耀宗的面前 林耀宗点了点头 拿起钱随意翻着 他并不是在数钱 而是在辨别钱的真伪 钱是肯定不会少的 这是老字号的店 人家不会傻到砸自己的招牌 我说好了 钱没有少 周三爷 我去二里胡同看看 能不能剪个漏 或许我运气好 也说不定 林耀宗把钱放进自己的布袋里 布袋够深 不担心掉出来 周三爷见这个小伙子 年纪轻轻 面对这么多钱 居然没有那种欣喜若狂的表情 一切都是那么的淡定 将来必非池中之物 小伙子 祝你好运 记住 掏到好东西送我这来 我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周三爷笑着说道 其实 他也只是一句玩笑话 天天那么多人 在二里胡同掏宝 哪里有那么容易发财的 他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林耀宗走出来以后 立马去了花都最近的信用社 把两万块存了起来 留下了两千八百块 准备放家里备用 万一遇到什么事 需要急用钱 也用得上 看到手里的绿本本 里面禁止的数字 心里暗暗窃喜 我成了万元户了 接下来 他又在二里胡同 装模作样的转了一圈 根本没有认真看 因为时间不多了 他做完这些 又去了一趟厕所 把绑在裤腿上的四块石头 给取了下来 用捡来的报纸包了起来 然后又直奔周三爷的古董店 周三爷都整猛了 这前后才两个小时不到 这小子咋又来了 不会是后悔了 不愿意卖了吧 周三爷 我就说咱俩有缘吧 您看 咱又见面了 林耀宗笑嘻嘻的上前 小伙子 你这回来是来者是客 周三爷还是很客气的问道 让您给我看看东西 林耀宗把报纸包着的几块石头 放到了托盘里面 什么东西 周三爷心里想着 莫非这小子今天走大运了 逃到宝贝了 第九章 报复的感觉真特么爽 林耀宗指了指报纸里包着的四块石头 周三爷 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几块东西 我这顺眼就把它们买了 看着顺眼就买了 这不是糟贱钱吗 这小伙子 不会拿着刚才那笔钱被人骗了吧 连忙问道 你刚刚那些钱就都没了 这要是被家里父母知道 还不得气死 哪能呢 我就花了四十块钱 林耀宗随口说道 其实四十块钱也不少了 相对于人家半个月的工资呢 周三爷根本不相信 他一个矛头小子 还真能逃到什么宝贝 于是漫不经心地打开报纸 四块黑乎乎的石头 展现在自己眼前 小伙子 你莫不是在逗我 拿四块石头给我看 周三爷哭笑不得 就这四块石头 还花了四十块钱 真的是败价啊 周三爷 你不仔细看看 我反正就觉得挺不错的 你看他黑的发亮 是不是和普通石头不一样 林耀宗也没有在意 周三爷说的话 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四块绝对不是普通的石头 要不然 人家那么宝贝地锁起来 而且之前 他明明看到这石头里面有光 周三也不再取笑林耀宗 反而认真地琢磨起来 左看右看 又摸了摸 发现这石头 应该是经常被人抚摸 要不然 不可能那么地光滑圆润 而且 这石头有些像山中 溪水中的石头 那种鹅卵石 莫非这石头里面有货 虽然他主收古董 但保时玉器翡翠这些 他有好的也会收的 这翡翠家供出来 那些有钱人家的酷太太 最是喜欢 小伙子 你稍微等一等 周三爷说着 拿了一个很小的手电筒 对着几块石头 照了起来 周三爷 你随意 林耀宗很大方地说道 里面居然有一点点盈盈的绿光反射 虽然看得不太真切 但周三爷敢肯定 这几块石头绝非反品 但为了更加保险起见 他又说道 小伙子 你在等会 我去打个电话 原来周三爷有一个大哥 是做大生意的 经常往返香港澳门 他在香港 也有自己的生意渠道 只不过这个时候 做生意比较隐晦 毕竟改革开放 也才刚刚开始 他们也是属于 比较有超前思维的那一拨人 也该他们发财的 那个年代 大着胆子做生意的后面 都当了大老板 成为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那批人 林耀宗又点了点头 坐在一旁喝着好茶 抿了一口茶水 心想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乃像他们 爸妈包括姐姐们干活回来 直接咬着水缸里的凉水 就咕咚咕咚喝起来 几分钟后 周三爷出来了 笑着说道 我大哥马上过来 小伙子 麻烦你再等一等 他大哥住在别墅区 这是早几年 他大哥买下来的 不得不说 花都还是比较发达富裕的城市 比起其他地方 真的是要好很多 林耀宗又点了点头 不过要快点 我赶时间呢 很快的 他开车过来 周三爷笑着说道 林耀宗一听 开车过来 还真的是土豪啊 现在才88年 他大哥就有了车 真的是有钱人 几分钟后 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店门口 一个留着山羊胡子 头发花白 穿着一套黑色糖装 上衣还吊着一个怀表 看上去好像还是金的 从车上走了下来 接下来 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 也跟着下了车 不过毕恭毕敬的跟在后面 估计不是助手 就是保镖 有钱人什么时候都怕死 不对 应该说谁都怕死 但有钱人更怕死 因为人死了 钱还没有花完 老三 货在哪里 来人开口说道 然后自己静止做到太师以上 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 大哥 就是这几块石头 周三爷指了指托盘里的几块石头 接下来 又亲自给这个老头泡茶 林耀宗心想 周三爷如此小心 看来这人地位挺高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人就是周老大 大家都叫他周老 是对他的一种尊称 周家也是一个大家族 这么多年 也没有衰败过 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候 周家也是过得比平常人体面 这也多亏了周老的持家有道 指导有方 现在大家基本都听他的 他如今也是商会的会长 最重要的是他每年都会给国产的养老院孤儿院 捐钱捐物 刘三 你去看看那东西 周老慢悠悠地端起茶 然后冲站在那里的男人喊了一声 是 周老 男人上前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微型手电筒 仔细看了看 大约过了几分钟 刘三开口说道 周老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冰种翡翠 而且是满翠 周三爷听了身子有些颤抖 他开店那么多年 也没有收到一块这种冰种翡翠 还是满翠 然后又看了林耀宗一眼 这小子咋还这么淡定 转而一想 大概他不懂刘三说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吧 周老听了这话 喝茶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脸上也有了微不可查的表情 但语气依然平静 有几分把握 95% 刘三回答 但脸上欣喜的表情 是怎么藏也藏不住 他跟在周老身边 已经十年了 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翡翠原石 周老此时站起来说道 小伙子 这样吧 你跟我走一趟 我让你看着 把这四块石头切了 如果切开和刘三说的没有差异 我给你十万块 如果有差异 我也不让你吃亏 给你一千 你看如何 林耀宗想了想 反正怎么样 自己都不吃亏 去就去 怕什么 他一个光脚的 总不可能为了这几块石头 而杀人灭口吧 于是 林耀宗也跟着上了小轿车 还有周三爷也一块去了 很快 车子开到了一处郊区 下了车 林耀宗看到四周都没有人家 只有孤零零的一栋楼 也就上下两层 这个时候 林耀宗不禁心里有些发毛 甚至有些后悔来了 这里荒无人烟 万一 不会给自己打麻药 然后他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成了隐形的残疾人吧 小伙子 别害怕 因为切割石头声音有些大 在市区影响不好 周三爷解释道 来都来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林耀宗心里想着 反正老子也是重生一回的人了 不管了 走进去一楼 很宽敞 里面有几台机器 还有几个工人 正在打扑克牌 见他们进来 便赶紧停了 走过来 纷纷喊道 老板好 三爷好 然后用奇怪的眼神 扫了一眼林耀宗 刘三 让他们把这几块石头切了 周老直接说道 刘三给石头 只画了薄薄的尺寸 几人面露难测 太薄了 不好切 但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把石头拿去切了 当大家看到 里面满满的翠绿 都满心欢喜 这下老板发大财了 周老满意的点了点头 拍了拍林耀宗的肩膀 小伙子 火眼金金了 下次还有好东西 记得找老三 我不会亏待你的 周老明白这几块石头 卖给乡党那些珠宝商 他可以赚至少一百个 林耀宗点了点头 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切完石头 三人回到了周三爷店里 周老让刘三 把一个手提箱给林耀宗 林耀宗看着皮箱里的钱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拥有了那么多钱 真的是一夜暴富了 周老 你能不能陪我去把钱存了 我怕拿回家 吓坏我爸妈 林耀宗其实是怕自己 拿那么多钱去银行存钱 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相信 但周老做培就不一样了 他是生意人 又是商会会长 而且还是慈善家 可以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名人 周老自然知道他心里的小算盘 但也没有拒绝 毕竟人家帮他赚了大钱 便一同前往信用社 果然 他们看到周老在 什么都没有问 很快就帮他办理了存款手续 态度非常热情 林耀宗心想 果然是背靠大树 好乘梁 最后走的时候 周老还给了他一张名片 让他有什么好货 可以直接找他 如果找不到 他就去找周三爷 林耀宗连连答应 他本来想着 把金条也卖了 但想到今天 玉石和银元 已经卖了那么多钱 还是算了吧 树大招风 自己今天已经 够出风头了 想到这里 他决定把金条带回家 再做打算 反正现在不缺钱 林耀宗和周老 客客气气的告辞 然后便离开了 刘三见人走了 一脸诧异的看着周老 最后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老板 您为什么 把名片给只见过一面的林耀宗 在谈话中 他们都知道了林耀宗的名字 这小子身上 有一股机灵剑 而且 这次能够买到 这么好的原石 说明他带着财气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周老的眼中 满是睿智的光芒 他相信自己 不会看错人 林耀宗趁着还有时间 到最大的商场 一股脑买了好多礼物 从今天起 他要让家人们 过上好日子 抱负的感觉 真特么的爽 第十章 又见未来老婆 林耀宗怕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买了一个大大的编织袋 就是那种最简单 但却十分实用 超大容量 把所有东西往里面一塞 把中间的拉链一拉 然后提着 往肩膀上一扛 十足像一个 进城打工的泥腿子形象 就是这长得太俊俏了 虽然穿得很土很普通 但也还是引来 不少女孩子的偷看 但也有个别胆子大的 就那样光明正大 肆无忌惮地打量他 从一开始的惊喜 到后面的叹气 大概是觉得 他是个穷鬼 长这么好看 可惜了 林耀宗当作没看到 因为这些花样的女孩 都和他没有关系 买了票 上了回县城的车 他把存折和钱 都藏在身上最隐秘的部位 别人想偷也偷不着 这年头 扒手还是不少的 他以前就被偷过 现在 他可没那么傻了 花都没有直达村里的车 只能先坐到阳江县城 上车之前 林耀宗在车站路边的树上 抓了一只臭屁虫 然后又把它放了 臭屁虫是一种小型的昆虫 非常的臭 你只要沾上它 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他这样做 是为了预防扒手靠近自己 上车后 他很快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这个位置扒手不好动手 除非他坐你旁边 当然 今天他身上那么臭 是没有人愿意坐他身边 不过好多扒手基本都是站着 然后随着人越来越多 车里挤满了人 他就会趁着车子颠簸的时候 迅速地划开你的口袋 把你的钱拿走 等到施主发现钱丢了 也为时已晚 扒手早就在得手后下车了 这些也是后来王班告诉他的 因为王班自己就干过 一路平安到了县城 走到路上 却没有想到 又遇到了秦一兰在买水果 林耀宗自己也没有想到 看来他们俩的缘分 真的是天注定的 只是现在自己这个样子 又拉他又丑 想了想 还是不要和他打招呼算了 低着头 想偷偷走过去 正庆幸自己没有被他发现时 却被那熟悉又温柔的声音喊住了 林耀宗 是你吗 林耀宗站在那里 就像被施了定身符 一动不动 只是把头低得更低 快跑啊 我的脚动不了了 你这又丑又酸 不要脸了 怕什么 他是你未来老婆 不会嫌弃的 心里的两个声音 在争吵不休 秦一兰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 走了过来 刚刚走近 就闻到一股臭味 他稍微退后两步 然后欢快地笑道 林耀宗 你是碰到臭屁虫了 就不好意思见我了 林耀宗抬头 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后脑勺 你也知道臭屁虫 知道 我小时候顽皮 有一次被这臭东西飞身上了 那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 虽然过去那么多年 却依然是记忆犹新 我也不知道 臭屁虫怎么跑我身上来了 你买谁果呀 林耀宗问完 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这不是明摆着吗 还要问 真的是白痴了 嗯 我买了石榴 给你一个 上次你救了我 就当我还你的情 秦一兰掏出一个大石榴 递给林耀宗 林耀宗是知道 他喜欢吃石榴的 没想到这一世 他还是那么喜欢吃 不用 我不太爱吃零食 林耀宗摇了摇头 并没有去接石榴 心里想着 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情 我要娶你做老婆的 未来老婆 你要等我哦 他过完年就十九 许岁二十 过两年就可以结婚了 给你就拿着 看着你就像看到我弟弟了 他和你应该差不多大 就是有些贪玩 不过我们姐弟俩感情很好 眼前这个阳光大男孩 可不就和他弟差不多吗 你弟多大 我说不定比他大呢 或者说比你也大 林耀宗怕他知道自己真实年龄 不接受自己的追求 林耀宗 我可不想当你弟 我想当你老公 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 要不然 肯定会被他当成登徒子 至于他那个未来小舅子 倒是挺护着姐姐 还狠狠地揍了自己一顿 就是娶坏了媳妇 耳根子软 最后把岳父岳母 也给气死了 现在他回来了 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现在还早 可以慢慢来 我二十一了 我弟十八 你看上去 应该和我弟差不多吧 秦一兰笑着看着林耀宗 露出两个可爱的小虎牙 要是弟弟也能够像他这样 成熟稳重就好了 爸妈也就少操很多心了 巧了巧了 我也二十一了 我只是看着年轻 你说我们是不是挺有缘分的 林耀宗张口就来 脸不红气不喘 瞎说什么呢 我要回家了 这个给你 秦一兰把石榴塞到他手里 然后快速地提着石榴走了 林耀宗傻呵呵地笑了 老婆害羞了 而回到家里的秦一兰 却是心情莫名地烦躁起来 他虚岁二十一了 中专毕业后 他就在县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工作室比较稳定了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铁饭碗 多少人羡慕不来 父母在阳江县城 也是有脸面的人 他们家虽然是在县城 但也算得上 比较好的家庭条件了 现在家里都装上了电话 像他们家里这样的条件 父母肯定也是希望 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 他在家里一直是乖乖女 从来父母的话 他都不敢捂你 主要父母也是一直疼他爱他的 如今自己也不小了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只是自己一直没有心仪的人 他其实内心并不想那么快结婚 可是他知道 父母其实也有些着急了 时不时提起某某阿姨的女儿 嫁给了谁的儿子 本来他的内心一直是波澜不惊的 直到今天遇到林耀宗 他说的那句 你看我们是不是挺有缘分的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被他一句话就影响了 依兰在想什么呢 沈文娟把把包好的一叠子石榴 放在发呆的女儿面前 妈 没想什么 秦依兰拉着母亲 坐在自己身边 依兰 你可有喜欢的人 沈文娟看着女儿说道 今天女儿回来的时候 就有些心不在焉 她特意过来问一问 自己也是过来人 一般女人这个样子 大多数都是有心事了 秦依兰赶紧摇了摇头 妈 没有 我哪有喜欢的人啊 即使她不讨厌那个林耀宗 但也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自己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 那既然没有 不如明天你去见见张阿姨的儿子吧 她今年24 年纪轻轻 就是纺织厂的主任了 沈文娟希望女儿 可以嫁给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以后不用吃生活的苦 好 秦依兰嘴唇动了动 想要拒绝 最终乖巧的点了点头 沈文娟见女儿同意了 露出慈爱的笑容 你好好休闲 明天好好打扮一下 我还有事 先出去了 沈文娟走了 秦依兰躺在床上 满是无奈的眼神 第十一章 再加一个零 秦依兰走后 林耀宗也买了一朵水果 想着待会给张师傅 以前自己不懂事 不懂得人情世故 提着水果就去张师傅那里 他要去拿自己的自行车 心里想着应该还来的几节妩媚 张师傅 这点水果您拿回家给孩子吃 林耀宗把水果递过去 他知道张师傅家里有两个孙子 不用 摆了摆手拒绝了 他有退休金 这里又修车 一个月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镜像 他知道林耀宗家里兄弟姐妹多 父母都是弟弟道道的农民 经济还不如他呢 张师傅 我这兜里还有呢 您快拿着 我这还要赶着去接我妹妹呢 林耀宗笑着把水果又递了过去 张师傅听到他又去接妹妹 只得接过了水果 笑着说道 赶紧去吧 别误了接人 好嘞 林耀宗把编织袋挂在自行车前面 然后飞身跨了上去 一溜烟就不见人影了 张师傅看着手里的水果 嘀咕一句 这小子莫非懂事了 还知道买水果给他吃 以前虽然说 不会少他的修车钱 可是也没有喝过他一口水呢 林耀宗还没有骑到长春 才逢扑门口 就看到五妹伸长了脖子在看 他用力蹬了几下 嗖的一下 就到了五妹面前 四哥 你再不来 我就自己走路回家了 林耀宇稍微有些埋怨的语气 更多的是撒娇 是哥哥的错 哥哥向你道歉 林耀宗低头认错的滑稽表情 瞬间把妹妹逗乐了 本来还笑得哥哥想得林士宇 瞬间苦着脸 捏着鼻子 四哥 你身上咋这么臭啊 掉毛坑了 原来他闻到了哥哥身上的臭屁虫味道 嘿嘿 五妹忍一忍 回家我立马洗澡换衣服 好不好 我这次去花都 给你买了礼物哦 林耀宗也知道身上臭 但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林士宇一听到哥哥去花都 还给自己带了礼物 立马笑着 跳上了自行车后座 四哥 我们回家吧 好嘞 妹妹 坐稳了 我可要加速了 林耀宗开心的吆喝一声 就蹬着自行车快速离去 四哥 你咋这么高兴呢 就像捡到钱了一样 林士宇也看出来 哥哥的心情非常好 嗯 差不多吧 不就是跟捡钱差不多吗 四哥 那些银员是不是卖了不少钱 林士宇猜测 肯定是这样 他哥这样子 就像要飘起来一样了 你猜 两千 因为那天晚上 哥哥说 差不多可以卖一百多一个 好像有二三十个 那两千块应该有吧 两千也很多了 可以当一个人三年的工资呢 想想都不得了 他们家马上就要变有钱了 再加一个零 林耀宗慢吞吞的说道 妈呀 两万 林士宇差点惊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好在他浮稳了 五妹 低调 低调 那么大声音干吗 你想让全村人都听到 这要是让别人听到了 那还得了 红眼病什么年代都不缺 他不敢现在告诉妹妹 自己带石头 一起卖了十二万多 只说了两万多 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一定低调 林士宇也知道自己刚才太激动了 看了看四周 还好没人 他们现在在回村的途中 还没有到村子里 所以并没有人 也庆幸这个时间 大家可能还在地里干活 没有回家 不过咱说好了 这事可不能告诉家里人 就我们俩知道 特别是爸妈 他肯定会以为 我在外面干了坏事 林耀宗觉得 现在还不是告诉他们的时候 我知道我一定不说 哥 那么多钱 你打算干嘛 林士宇知道 父母是不会相信哥哥的 至少现在不会 他出于好奇 想知道哥哥想用这笔钱来干什么 五妹 我打算用这笔钱登讯人启事 找回咱们的三姐 林耀宗很认真地说道 他知道 三姐是母亲心里的一根刺 也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家里人也基本不抱希望了 他听说 当时家里人也接着找了好几年 可是了无音讯 时间和金钱 都不允许他们再找下去 也只能祈祷 三姐能够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地活着就好 这些年 每次在三姐生日那天 母亲总是黯然伤神 一个人偷偷地哭 林耀宇听了哥哥的话 也没有了刚才的兴奋 小声问道 四哥 你说三姐还能找到吗 他还记不记得爸妈啊 毕竟这么多年了 大姐二十三 二姐二十一 三姐二十 哥哥和他十八了 如果三姐还在的话 也二十了 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了 还记不记得家里 可以的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五妹 这是咱们要先瞒着爸妈 你千万别说漏嘴了 他是怕万一 又让父母更加难过 林耀宇点了点头 四哥 你放心 我知道了 我保证不说 四哥 你变了 变得不一样了 林耀宇觉得 四哥真的变化太大了 以前的四哥吃了睡 睡了吃 吃了完 从来不会为家里人想一想 哦 是吗 那你是喜欢以前的四哥 还是喜欢现在的四哥 林耀宗笑着问道 重生回来 怎么可能不变 经历了那么惨痛的教训 再不改变 他还配称之为人吗 嗯 都喜欢 不过我更喜欢现在的四哥 林耀宇想了一会说道 只希望四哥永远都这样就好 永远不会变回以前的四哥 你这鬼精灵 当然知道 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的让人讨厌 游手好闲 还要吃好的 穿好的 还时不时从父母姐姐手里 抠血汗钱 然后在外面请那些狐朋狗友 喝酒吃饭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喝酒抽烟 五妹 以后哥会越变越好 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林耀宗动容的说道 我相信四哥 四哥加油 林施宇非常开心 五妹 我们到家了 你先把东西提进去 我去洗个澡 换身衣服出来 对了 你把爷爷奶奶也请过来 林耀宗把编织袋 从自行车上拿下来 递给了妹妹 这么沉 四哥 你里面装了板砖吗 林施宇一边喊着 一边把编织袋提进了屋里 待会你就知道了 这些可比板砖值钱多了 林耀宗笑着走进自己屋里 第十二章 以后这个家我来扛 林耀宗刚刚洗完澡 神清气爽地从屋里出来 走到堂屋 却看见爷爷奶奶 以及爸妈姐姐们 都脸色不好看 五妹一个劲地冲她实眼色 只可惜 她根本没有注意到 正想说话 坐在离她不远处的父亲 拿起藏在桌子底下的扫帚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 往她身上招呼过来 五妹大喊一声 四哥 快跑 林耀宗还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但已经惯性地拔腿 就往门口跑去 父亲立马追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她的武器 扫帚 嘴里一边骂着 兔崽子 有本事你别跑 而林耀宗跑不是因为做错了事 完全是这么多年的习惯了 一个跑 一个追 村里人见了都在笑 不过 也只是摇了摇头 大概林耀宗这个败家子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大家见怪不怪了 毕竟父子俩几乎每隔几天 就要上演这样的戏码 大家也懒得拉架 甚至觉得林耀宗欠打 有一种打得好打的妙 打得叮当响得快意恩仇的感觉 但林耀宗今天真的是冤大了 父子俩你追我赶 一路追到了原来集体的打鼓场上 林耀宗回头看了一眼 见父亲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 父亲终究是老了一些 以前父亲可以追着他 绕村子好几圈 都不带喘一口气 他假装唉呦叫了一声 然后跌倒在地 林国栋见状赶紧过来摁住儿子的手 一边抽一边骂 兔崽子还跑不跑 林耀宗赶紧求饶 爸我不跑了 不跑了累死了 林国栋抽了几下也觉得没劲 气得把扫帚扔在一旁 你说你咋回事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又这样了 今天白天孩子的野奶 还夸耀宗长大了 懂事了都会给他们干活了 谁知道今天 爸您为什么那么生气啊 我都不明白 我又做错啥了 林耀宗不知道的是 父亲是因为他买的那些东西 而生气 以为他在外面闯了祸 借了好多钱 你还明知顾问 桌子上那些东西 你哪里来的钱买的 林国栋眼睛可不瞎 知道那些东西可不便宜 一看就是去花都买回来的 杨江县可没有那么多好东西 这小子 指不定在外面干了什么事 跟着那些混混 爸 您也不问清楚 就追着我使劲跑 那些东西都是我买的 钱也是正正当当的钱 您放心好了 这个五妹可以为我作证 林耀宗没想到 父亲就是因为那些东西揍自己 林国栋一听 半信半疑的说道 真的 林施宇赶紧冲着父亲点了点头 林国栋这才相信了 这个老五倒是从来不说假话 哪怕他和儿子的关系处得最好 老五也不会撒谎 当然是真的 儿子向您保证 以后儿子好好做人 喜心革面 并且让家里所有人过上好日子 爸 你就信我一次 好不好 林耀宗目光真诚 态度诚恳 这让林府点了点头 那你告诉爸 买这些东西钱哪里来的 林国栋姑母这些东西 应该花了最少百把块油 爷爷奶奶一人一身新衣服 他们两个老的一人一双新鞋子 几条颜色鲜艳的丝巾 毫无疑问是几个姐姐妹妹的 还有什么奶粉 家里都没有小孩子 买奶粉也不知道做什么 还是进口的奶粉 价钱就不用说了 自己儿子没有工作 整日里游手好闲 哪里来的钱 就算问姐姐拿钱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 他最怕的是 儿子跟着村里的王八 去做了扒手 王八手脚不干净 村里人都知道 而且这家伙最近和儿子走得近 他就怕儿子跟着他 他可是老林家唯一的独苗 要是进去了 那真的是不得了了 林耀宗只想着 赚了钱给家里人买礼物 却没有想到 一下子怎么解释钱的来历 哪怕只是几十块一百块 想了想只能说到 爸 您还记得那天 我和您说的那件事吗 什么事 林国栋一点也不记得了 就是我说 看到那个毛坑里 有发光发亮的事情 您不相信我 你想想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林耀宗想着 自己只说银元的事 其他的不说 要是吓坏了老爸 那可就不行了 林国栋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想起来了 我在里面勾出来一个盒子 里面有三十个银元 我就拿到花都卖了 换了一笔钱 想着补贴家用 林耀宗想着 到时候给父亲两千块 自己就还有七八百 不过买了东西 应该只剩下七百差不多吧 儿子 你把你爸当三岁小孩呢 编 继续编 林耀宗压根不相信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爸 我就说 不能告诉您吧 您反正不会相信 林耀宗赶紧退回一米 生怕他老爸的扫帚 又招呼过来了 你爷乃在那个毛坑掏了几十年 也没有捞到半根毛 你小子还捞到银元了 这个毛坑很多年了 反正他记得 他小时候就有了 爸 咱们回家 你问五妹 这是他和我一块干的 盒子 还在我那屋里呢 林耀宗上前扶着父亲 一只手拿过父亲手里的扫把 父子俩回到家里 天已经全部黑下来了 回到家 林耀宗叮嘱妹妹 待会把礼物给大家分了 五妹自然是欢喜地硬了下来 随后 一家人坐在一起 开始吃晚饭了 吃饭的时候 林耀宗告诉大家 以后自己会堂堂正正做人 不会给家里人丢脸 一家人听到林耀宗这样说 都非常激动 更多的是开心 弟弟终于懂事了 吃完饭 林耀宗把那个盒子拿出来 给大家看了 还说卖了银元的事 卖了两千多 让大家守口如瓶 一家人被这个意外惊喜 砸得七婚八素 但都表示不会说出去 五妹 把礼物分给大家吧 林耀宗对着五妹说道 林耀宗笑得眉眼弯弯 然后把礼物分发到每个人手里 这衣服是棉绸的 不便宜吧 这丝巾真漂亮 这鞋子穿上去好舒服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脸上的笑容 却是藏不住的 随即 林耀宗从兜里拿出两个银手镯 一个给了母亲 一个给了奶奶 奶奶 妈 这银手镯就你们戴着 听说可以驱毒辟邪 对身体有不少好处 林耀宗亲自给两个长辈戴上 好 他脸上的皱纹又深了些 耀宗你真的长大了 妈很高兴 张秀兰打心眼里高兴 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之前一直以为是自己的错 没有教好孩子 今天他终于不用再那么自责了 接下来 林耀宗又掏出两千块钱给了父亲 爸 这是卖银元的钱 您收好 留着家用 林耀宗没想到 儿子把这么多钱都给了他 以前可是恨不得从他手里抠出钱去的 他接过钱 乐呵呵地点了点头 好 我存着 给你娶媳妇 这还是儿子第一次给他钱呢 爸 娶媳妇的钱我会挣 这些您拿着花 别不舍的 林国栋声音有些哽咽 强忍着 好 我儿子有志气 我会去找事做 会挣钱 我是家里的唯一的年轻男子 这个家应该由我来扛 他肯定要有事做 不管有钱没钱 不过还要想一想 到底做什么好 好 我们支持你 姐姐们齐声说道 大姐 二姐 五妹 这些年都是你们在照着我 以后我来照着你们 林耀宗给他们几个人 一人发了五十块钱 他们本不想要 但因为是弟弟的心意 就收了 林耀宗又给爷爷奶奶 一人给了五十 一旁的林父林母 很是欣慰 至于母亲不用给了 给了父亲的 自然是母亲的了 因为父亲也是个七管言 第十三章 热心八卦的姐姐们 老两口回到屋里 张秀兰拖了鞋上床 一边把枕头靠在床头架上 一边说道 老林 你说耀宗这孩子 今天说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那盒子 我看过了 是民国大户人家的首饰盒 那小子没有撒谎 只是他不明白 这么些宝贝 为什么在老屋的毛坑里了 不过这毛坑也有几十年了 反正自己出生就有了 我是说 这是咱儿子吗 张秀兰忍不住问道 他到现在 都好像还置身梦中的感觉 这般孝顺温和 千功有礼的好孩子 是自己的儿子吗 如果不是因为长得一个样 他真的会以为 灵魂被人换了呢 甚至怀疑 自己当初是不是生的是三胞胎 不是双胞胎呢 这转变 也未免太快了吧 这过了一两天 就立马懂事了 秀兰 你胡说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儿子 难道你希望儿子 一直像以前那样 混不拎的过日子吗 林国栋可不想自己的儿子 是一个废物儿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死后有何颜面 去见地底下的列祖列宗们 老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一下子这么大转变 我想着 药宗会不会被鬼神上身了 他以前听太婆说过 突然间不正常 很有可能是鬼邪上身了 胡说八道什么 富道人家 懂什么 尽兴这些有的没的 赶紧拉灯睡觉 林国栋说完就躺了下去 侧躺着 你先睡吧 我去给药宗 送点跌打损伤的药过去 张秀兰想着 今天儿子肯定被老伴打了 那点小伤算什么 我也没用力 他根本没有用大力气 我还是去看看吧 张秀兰说着就要下床 他还是不放心 不用了 你去也是多余 他有那几个姐姐心疼 还用得着你 赶紧睡觉 林国栋知道 这几个姐姐 一直都是这样 心疼这个弟弟 张秀兰这才重新躺下来睡觉 果然 大姐林玉珠 二姐林月瑶 五妹林施宇 全部在林耀宗的房里 几个人手忙脚乱的 要抢着给他擦药 林耀宗哭笑不得 姐姐妹妹 多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 有很多人疼你 护你 坏处就是想清静片刻 有时候都不行 四弟 给大姐看看 你伤在哪里了 四弟 二姐带了爹打的伤药 我给你涂上 保管明天就好 四哥 我这有手油膏 你要不要试一试 大姐 二姐 五妹 时间不早了 你们赶紧回去睡觉 我根本没有受伤 爸也没有打我 不用擦药 林耀宗使劲地 抓着自己的衬衫 不让他们看 他都成年了 都是大人了 姐姐们咋就不明白了 大姐 我知道了 四弟害羞了 才不让我们验伤了 就知道害羞了 小时候我还给你洗澡呢 还有我 我也给你洗过澡呢 一旁的五妹 看着四哥脸 都红到脖子根了 大姐 二姐 求你们了 我现在是大人了 就别提小时候 给我洗澡的事了 林耀宗恨不得 此刻爸妈赶紧过来 把他们赶回自己屋去 老二 耀宗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林玉珠眼珠子一转 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看得林耀宗直发毛 大姐 你说的对 我觉得有可能哦 林月瑶点了点头 四哥 你真的有女朋友了 我咋不知道呢 林诗宇也来了兴趣 看来八卦的心 每个人都有 大姐 二姐 五妹 你们别瞎猜了 像我这种要什么没什么的 哪个女孩子会看上我啊 林耀宗真的是太佩服 姐姐们的想象力了 自然算不上有了女朋友 怎么不坏 我们家四弟帅气温柔 阳光温暖 高大挺拔 再加上 哪家女孩子见了不喜欢 林玉珠觉得自己的弟弟 真的是在外表上十分优秀 现在又变好了 以后赚了钱 娶个漂亮媳妇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 对对对 大姐说的就是我们说的 将来谁嫁给我们四弟 就是她的福气 林月瑶以前觉得 弟弟是浑了点 但长相真的是村里头一号 四哥 其实你挺好的 只要你以后一直这样 肯定有好多女孩子喜欢你的 林世宇以为哥哥是自卑 对自己没有信心 于是赶紧安慰 他很喜欢现在这个样子的哥哥 好温暖 就像冬天的太阳 他希望他一直这样下去 林耀宗摆了摆手 谢谢大姐二姐 五妹 那么关心我的人生大事 但是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结婚 我想先奋斗事业 你们还是操心一下你们的婚事吧 你们可都比我大呢 农村其实好多像他这么大的结婚的也有 但也只是白酒而已 或者说先上车后补票的也不少 大代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觉得正常吧 但他可不想这样 他发誓他这次一定要给秦一兰 一个难忘又美好的婚礼 他现在很想大声说 姐姐们 我已经有老婆了 可是不能啊 大姐听弟弟这样说 也就不再说找女朋友的事了 而此时林世宇看到桌子上的石榴 立马眼睛放光 四哥 你还买了石榴 为什么只买一个 我也要吃 如果平时林耀宗肯定二话不说给了他 可是这个石榴不一样 是秦一兰给他的 五妹 只有一个 明天哥给你重新买过好不好 不是他小气 而是他真的是舍不得啊 四弟 你咋这么小气 五妹想吃 你就给他吃吧 大姐觉得 老四又不懂事了 不就是一个石榴吗 林耀宗有些为难 又不好说出理由 正想点头 想着以后 还有机会和秦一兰见面 老五似乎看出哥哥的心思 便摇了摇头 太晚了 我要睡觉了 晚上不吃东西了 四哥明天再买给我吃吧 好 明天哥哥一定买 林世宇突然记起 哥哥并不太喜欢吃石榴 而且石榴为什么哥哥只买一个呢 他推测 可能是别的女孩子送给哥哥的 所以哥哥才这么宝贝 林世宇见哥哥答应的爽快 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大姐二姐见五妹不要了 也就不说什么了 林世宇为了给哥哥解围 扯着两个姐姐回了屋 再闹下去 四哥都不用睡觉了 第十四章 跟踪未来老婆 姐姐妹妹们走后 林耀宗很快躺床上了 拉灯闭眼睡觉 可是怎么也睡不着 脑海中总浮现出 秦一兰的英容笑貌 今年未来老婆须岁已经二十一了 这个年代 差不多到了婚嫁的年龄 她的家人肯定会给她介绍对象 自己可以等 她可不行 她突然想到 那个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小舅子 要不然想找她做突破口 这样可以更加好的接近她的家人 也就是她的岳父岳母 对 就这么干 她眼下好多事情要做 得先捋一捋 首先要把工作的事情先落实 可是现在的工厂 私企都非常少 基本都是国营企业 人家都是一些正事工 自己进去 恐怕也只有当临时工 临时工工资低 待遇与正事工也差很多 而且受气 这条路看来行不通 做生意倒是可以试一试 可是做生意也必须守着 但是一直守着 自己也没有太多时间 现在还是要想办法 先搞多点本钱 以后自己买房子买店铺 这样做生意 就更加方便 中国往后这十来二十年 各种投资都是赚钱的 怎么样才能够赚更多的钱 又可以掩人耳目 至少也要让家里的爷爷 奶奶父亲母亲放心 现在的古董行业 以后慢慢的会越来越兴旺 特别是玉石方面 动不动就是以万计算 现在还是八十年代 想必还有许多古董流传在外 突然林耀宗笑了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开一个废品收购站 自己可以一边收废品 一边淘宝 开个废品收购站 让五妹来给自己手电 不过这事情 还得跟父母家人商量一下 第二天早上 林耀宗起了一个大早 吃完早餐 又把妹妹送去裁缝铺 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处看 最后 他挑了一个靠学校不远处的一个店铺 把他租了下来 一个月房租三十 林耀宗讨价还价 最后交了交了一百块钱四个月的 交三压一 房东见林耀宗那么爽快 心里也是非常高兴 当即把钥匙交给了他 还帮他把里面打扫干净了 店铺挺大 大概有五十个平方 里面还隔开了一个七八平方的小房间 里面放了一张弹簧床 还有一张旧书桌 里面有一个灯泡 其他的就没有了 其实还好 唯一的就是没有独立的卫生间 不过离这不远处有一个公厕 可以去那边上 就是麻烦一点 店铺的门也不是卷闸门 而是木板拼接起来的那种 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的特征了 想着到时候 把他换成推拉式铁门 这样安全一点 不过他是收费品 估计也没有什么贼人惦记 把门锁好 他就真的去买了一个脚踏三轮车 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有没有电动的 反正在县城 他没有看到过 花了一百多块 买了一个脚踏三轮车 骑到张师傅这里 张师傅 麻烦您给我打点气 他从那边骑过来 发现没什么气了 哟 小子 还是新的 哪来的 张师傅看了一眼林耀宗的车子 否则哪里来的钱买这个脚踏三轮车 这个东西可比板车强多了 可以装东西 还可以骑着走 当然 这东西也不便宜 要一百多 买的 林耀宗笑嘻嘻地说道 你买这东西干嘛 你又不摆摊做生意 一般都是摆摊做生意的 为了省时间 才会买这个东西 当然有用 我就是要做生意 要不然我这么大了 再不挣钱 也太不像话了吧 那我爸 还不得天天点着我打 林耀宗开玩笑地说道 张师傅嗷嗷两声 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不过把气筒递了过来 自己打吧 林耀宗接过打气筒 弯腰加好气门 正想使劲打气 突然看到对面一对男女 男的他不认识 女的他认识 他的未来老婆秦一兰 他连忙把气筒扔下 张师傅 您帮我打下气 我还有事 待会再过来 说完就往前面追去 张师傅摇了摇头 这孩子 然后捡起地上的气筒 继续打着气 另一边林耀宗 很快就追上了秦一兰他们 不过 他只是跟在后面两米处走着 他想着 这男人看被影瘦瘦的 个子也挺高 身上穿的是一套西服 不知道长啥样 心里想着 莫非是男朋友 不会吧 那么快就有男朋友了 上辈子都没有那么快 难道自己重生回来 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林耀宗这样一想 心里七上八下 祈祷着 千万千万不要是男朋友 两人时不时地说上两句 看样子 还聊得挺好的样子 两人走了一段路 来到镇子最繁华的一条街 最后进了一家咖啡馆 这是镇上唯一一家咖啡馆 林耀宗等他们进去没多久 也随即跟了进去 林耀宗心里想着 看来是一个有钱人家 要不然怎么挑这种又贵 又不能填饱肚子的咖啡馆 说白了 不就是图个浪漫情调 进去之后 看到了他们两个 坐在靠窗户的位置 他也就选择了 在他们对面坐下 这样方便听到他们说话 这个时候服务员来了 拿了一张纸片 问他要喝点什么 林耀宗不敢说话 怕情义难听到 他就随意指了一个图片 其实他自己都没有看 服务员又说了一句 好的 您稍等 然后满意的拿着卡片走了 秦小姐 很高兴今天认识你 男人伸出修长好看的手 林耀宗露出一个鄙夷的眼神 一看就知道 没有吃过苦的人 我也挺荣幸 张主任 秦一兰礼貌的回握了一下 林耀宗恨不得上去 把那个男人的手给剁了 敢碰他未来老婆的手 找死 虽然知道只是礼貌的问候 但林耀宗依然妒忌的发狂 但是现在只能先忍一忍 秦小姐 我听说这里的咖啡还不错 待会你试一试 男人开口说话了 林耀宗不错个屁 除了苦味就没有其他 在他看来花钱买苦吃 张主任 你很喜欢喝咖啡 秦一兰微笑着 态度也是淡淡的 其实他根本不喜欢喝这玩意 秦小姐 你可以叫我文生 叫主任太监外了 张文生又继续说道 留学回来后 我就喜欢上咖啡浓郁的香味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用来提神 哦 原来是用来提神的 那怪不得 想来你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 秦一兰也只能把话题绕到工作上来 因为他感觉他喜欢的东西 自己好像没什么兴趣 而且他说话的神态语气 好像是带着那种官腔 也不知道是因为习惯了 还是因为其他 而此时的林耀宗 也看到了这个张主任的样子 白白净净 戴着眼镜 看上去斯文儒雅 一看就是读书人出身 而且看样子 还是个官二代 自己一笔 的确逊色一些 他又看了看秦一兰 他好像并没有露出厌恶的表情 莫非看上这个小白脸了 不行 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一定要想办法 随后 他有了主意 和服务员说了一句什么 然后快速离开了咖啡馆 第十五章 整股情敌 林耀宗出去后 没多久就回来了 这个时候 服务员咖啡也煮好了 端了过来 而此时的张文生 正在给秦一兰贴心的放糖 还有什么 林耀宗也不知道那是啥东西 由于他的注意力 都在他们二人身上 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面前的白色陶瓷中 突然觉得有点口渴 端起咖啡猛地喝了一口 瞬间吐了出来 不由自主地说道 什么鬼 这么苦 可能声音太大 秦一兰他们两个侧头望来 林耀宗赶紧弯腰低头 张文生 估计又是一个土包子 秦一兰 怎么这声音有些熟悉啊 这个时候 服务员走了过来 先生 你怎么了 需要帮忙吗 林耀宗哪里敢抬头 摇了摇手 捏着鼻子说道 不用了 刚刚不小心被呛着了 服务员这才走了 张文生滔滔不绝地讲着 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 他以为秦一兰会喜欢 林耀宗心里暗骂一句 蠢货 人家都没有去过 你说的在天花乱坠 又有什么用 秦一兰也只是礼貌性的微微点头 其实心里都没有了耐心 他和他说的 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 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因为他又不是要去那里生活 他甚至有些奇怪 既然那边那么好 他为什么不干脆待在那边工作 干嘛要回国 在父母的安排下 当了这个国营厂的主任呢 只是平日里良好的教养 让他没有问出口 可能是喝多了咖啡 张文生去上洗手间了 这个时候 林耀宗笑了笑 机会来了 他迅速坐了过去 秦一兰见到了 先是一惊 然后笑了笑 果然是你 林耀宗笑了笑 然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纸包 然后把里面的药粉 倒进了张文生的咖啡里 秦一兰这才看明白 你这是做什么 他本来想要阻止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药粉全部倒进去了 一兰 别担心 吃不死人 林耀宗说完 还用勺子搅拌了一下 做完这些 林耀宗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秦一兰心里七上八下 不知道这家伙 在咖啡里放了什么东西 他更是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捉弄张文生 这个时候 张文生回来了 不好意思 让你就等了 张文生一边说着 一边又喝了一口咖啡 觉得有些怪怪的味道 但为了不在秦一兰面前失礼 便也没说什么 只是不再喝那个咖啡了 林耀宗看了 心想这小子还挺精明 居然只喝了一口 就吃出来 味道不对 你怎么了 秦一兰见他脸上不自然 心想 莫非他喝出来味道不对 没怎么 就是喝的有点多了 张文生笑着说道 他以为咖啡凉了些 味道变了 对于秦一兰他 还是比较满意的 长得高调好看 皮肤也好 家境也好 职业也好 经过刚才的交流 感觉他性格比较文静 家教也是非常好的 各方面都比较符合他的择偶标准 看来母亲没有骗他 真的是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所以他愿意花点时间来追求他 女人都是如此 特别是优秀漂亮的女人 都需要花时间去追求的 于是 他又开始海阔天空的聊了起来 只是几分钟后 一个响屁 顿时在寂静高雅的咖啡厅响起 虽然臭屁不响 响屁不臭 但是这让张文生尴尬不已 脸瞬间造红了 这脸丢大发了 还当着喜欢的女孩子面前 秦一兰捂着嘴 忍着笑 秦小姐 对不起啊 张文生赶紧道歉 长那么大 还是第一次丢这么大的脸 此刻的林耀宗 却是大笑起来 我说先生 你这屁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只是你这样 还让我们这些客人 怎么继续喝下去啊 大家说是不是 林耀宗故意大声问大家 他就是故意的 咖啡厅里的其他两对情侣 也跟着连连说道 对啊 这么高雅的地方 您这屁一放 真的是影响我们的好心情 不好意思啊 今天大家吃的喝的我请客 向大家赔罪 张文生心里把林耀宗骂死了 这让他更加尴尬了 接下来 张文生又接连放了两三个屁 一声高过一声 秦一兰故作恼羞肝大的样子 站了起来 张主任 我看你身体不适 今天就算了 我先回去了 还不等张文生回答 秦一兰就走出了咖啡厅 其他几个客人 也都纷纷骂道 真扫兴 大家连续离开 林耀宗自然也跟着走了出去 张文生本想上去追人 却被服务员拉住 先生 你还没有买单呢 张文生没办法 只能买了所有顾客的单 包括林耀宗的 而林耀宗点的还是最贵的 二十块钱一杯呢 张文生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但也没办法 付了钱 愤然离开 林耀宗很快追上了秦一兰 好巧哈 是吗 我怎么觉得是你跟踪我 秦一兰反问道 林耀宗见被对方识破 也就不装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就在那边打气 突然看到你 跟着一个男人走在一起 怕你吃亏 就一路跟了过来 那你刚刚为什么给人家下药啊 害人加出那么大的丑 我见他一个人巴拉巴拉 讲得没完没了 他都没看出来 你不爱听 我看他分明就是在炫耀 我看不惯 就小城大戒一下 就算这样 你也不能这样 对了 你下的药粉 对身体没有什么害处吧 秦一兰可不想搞出什么事情来 没有 就是放几个屁 还可以给他通通肚子里的废弃 对身体还有好处 他也不可能真的去害人啊 那还差不多 下不为例啊 秦一兰这才放心了 要不然母亲那里也不好交代 对了 他是你什么人啊 林耀宗明明知道 还是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我家里给我介绍的对象 我都21了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秦一兰很平静的说道 你那么好看 之前没有男朋友吗 林耀宗有点不相信他那么好看 没有人追 我父母管得比较严 我基本没有什么交际 而且 而且 一般家庭的男孩子 父母肯定也看不上 林耀宗还想问什么 却被秦一兰打断 我干嘛和你说这些 好了 我要回去了 再见 虽然眼前这个大男孩 总是能够让自己心情愉悦起来 可是他们是不可能的 即使年龄相当外貌匹配 可是也仅仅是如此 其他的都不合适 我送你回去吧 林耀宗提出来 不用啊 秦一兰说完就走了 他并不想让父母看到他 第十六章 秦一兰被张家看上 林耀宗见秦一兰不让自己送 也不好勉强 只能目送着离开 心里默念着 老婆 等着我 然后转身回到了张师傅的修车库 张师傅见林耀宗回来 盲关心的问道 耀宗 可是出什么事了 走得那么急 肯定是有急事了 世家里一个亲戚出了点事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林耀宗随口说道 并向张师傅说了一声谢谢 解决了就好 你这买这个脚踏三轮车 是想做什么生意啊 张师傅又问道 张师傅 我打算走街串巷的收破烂 我还租了一个店铺 专门用来收费品 你觉得这个行业如何 林耀宗笑着说道 收费品赚大钱可能挣不了 不过虎口应该没问题 张师傅先是心里暗暗吃惊 随即又开口说道 这小子还能够放下面子去收破烂 这倒是让他刮目相看 不管怎么样 虽然看起来不体面 但好歹自力更生 也不丢人 劳动最光荣 说不定我靠着收破烂挣着大钱 要知道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变费为宝的 林耀宗笑嘻嘻地说道 张师傅随即呵呵笑着 那好 我等着你小子发达的那一天 到时候我也跟着沾沾光 他其实就当林耀宗说的是玩笑话 根本没有当真 收破烂还能发大财 他还没有见过呢 耀宗 你说你租了一个铺子 多少钱一个月啊 张师傅觉得收个破烂还要租一个铺子 真的是不划算的 一个月25 有50多个平方 挺大的 就在离学校不远处 有空您老可以过去看看 好了 我不跟您说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林耀宗骑着三轮车就走了 他把自行车放在三轮车里面 就骑着三轮车就回家去了 待会晚上再去接妹妹回来 而另一边回到家里的秦一兰 刚刚走进自家大门 就看到迎面来的母亲 妈 秦一兰乖巧地喊了一声 沈文娟忙过来挽着女儿坐在沙发上 满面笑容地问道 可见到人了 见到了 秦一兰点了点头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长得一表人才 沈文娟又继续问道 她觉得此人和女儿 真的是太般配了 年轻有为 英俊潇洒 学历高 事业有成 家庭条件又好 真的是哪哪都好 长得是挺不错的 妈 您看您 我一回来 您也不关心关心我 就知道问这些 秦一兰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 妈就是因为关心你才问的呀 这可是关系到你以后的幸福呢 沈文娟立马解释道 其实她一方面是 希望女儿可以嫁一个条件好的 以后就不用吃生活的苦 另一方面 儿子秦嘉伦也过了十八了 还没有一个正行 没人理就知道出去玩 便想着 如果女儿嫁给了张主任 那么儿子的工作 也就好解决了 让女婿给儿子在厂里 安排一份闲差 又可以拿工资 又可以有份稳定的工作 自己是妇产科主任 虽然也是一个不小的职位 但自家儿子又不是学医的 他想安排也安排不上 老公虽然是学校教授级别 但他为人课板 更不可能为儿子动用私权 再说 学校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位置 给儿子安排 总不能让儿子去搞卫生 当门卫吧 第一儿子肯定不会去 第二 他们两口子也丢不起这人 但如果安排到纺织厂 做个闲差 那倒是可以 他以为自己的心思 女儿不知道 所以卖力的想要促成女儿的婚事 那个张文生的照片他看过了 文质彬彬 一表人才 他觉得和自己的女儿 简直是天生一对 妈 我有些累了 先回屋睡会 秦一兰何尝不明白母亲的心思 虽然张文生各方面来说 可以说和自己家里 的确是门当户对 是父母眼里的金龟婿 也是别人眼里的如意郎君 只是为什么 自己没有一点点男女之间的悸动了 沈文娟本来还想问什么 这个时候 家里电话响了 她不得不去接电话 而秦一兰趁着空 就回自己屋去了 喂 是文娟吗 我是 请问您是 我是文生的妈妈 你好 你好 两人热络的在电话里聊了起来 足足有七八分钟才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的沈文娟 特别的开心 因为刚刚未来的亲家母 打来电话说 她儿子特别重于自己的女儿 想要两家尽快的给孩子们 把婚室定下来 沈文娟想着待会自己老公秦荣光回来 再和她商量一下 因为心情好 她今天准备亲自下厨 去给女儿做好吃的 平时家里做饭的 都是保姆留妈 而骑着三轮车 回到村里的林耀宗 又成了全家化疗的对象 林家的败家子又买三轮车了 不知道又祸害老林多少钱了 造孽啊 几个女儿各个懂事能干 咋就生了个败家子呢 老林家这辈子都别想过好日子了 还不够这败家子做的 今天林老头又要气得吃不下饭了 谁知道是不是林家上辈子 做了什么坏事 才有了这个败家子来报仇了 这个时候林玉珠干活回来 听到了这些话 抄起手里大草扒 就一招横扫千军扫了过去 你们这些三姑六婆 就喜欢嚼别人家的舌根 大清早没刷牙吧 嘴这么臭 有的人不服气回顶道 林玉珠 你这个母夜叉 小心嫁不出去 哈哈 朱婶 我年底就要出嫁 你家那个肥妞倒是什么时候出嫁啊 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马回得过去 大家一阵哄笑 朱婶脸上红一阵青一阵 也每个人都知道 他女儿长得又黑又胖 人家都嫌弃 看不上 相亲多次失败 这也是村里人的心知肚明的事 只是没有人摆到明面上来说 这下被林玉珠直白地说出来 他顿时觉得脸上无光 最后看到林玉珠站在那里插腰的气势 又看到不远处走过来的林耀宗 咬了咬牙 赶紧跑了 这个小阎王 他可不敢惹 其他人也看到林耀宗了 也都赶紧散了 大姐 不必理会这些无知妇人 将来我们的日子过好了 让他们直接啪啪啪打脸 林耀宗非常感激大姐 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保护他和家里 维护老林家 好 耀宗将来眼红死他们 林玉珠扛起草扒 和弟弟一起回家 两人一进屋 就看到父亲铁青着脸 林耀宗猜到父亲 大概猜到父亲肯定听到了那些流言蜚语 爸 我没有乱买东西 三轮车我有用的 您别听村里人嚼舌根 林耀宗坐下来 给父亲倒了一碗冷的白开水 那好 你说说 你买卖东西做什么 你不是说今天去找工作吗 他本以为 儿子会好好找一份工作 没想到 第十七章 父亲决定给我看店 爸 我租了一个店铺 已经交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林耀宗直接说道 他想要先得到父母的支持 你租店铺做什么 你要开店做生意吗 你是做生意的料吗 林国栋没想到 儿子把店铺都租好了 连租金都交了 他了解自己的儿子 毕业以来 整天游手好闲 和村里的王八混一块 根本就没有学过做生意 他自认为 儿子也不是 做生意的那块料 爸 我做的生意 基本没有什么风险 你放心好了 四弟 你是不是听别人哄骗了 生意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而且做生意 好像不太安全吧 林玉珠也担心地开口说道 他以为弟弟 又被王八蛊惑了 想把弟弟身上的钱给骗了 大姐 我已经不再是 从前那个魂不灵的四弟了 你放心 还有我从今以后 和王八不再是朋友 林耀宗知道 大姐为什么会担心自己 怕自己被骗 前世自己的确是王八 把自己一步步带入深渊 他恨极了王八 但更痛恨自己 如果不是自己好高骛远 眼高手低 总想着走捷径 也不会落到那个下场 耀宗 妈不奢望你赚大钱 只要你堂堂正正做人 将来安心娶一个媳妇 一家人平平安安 渐渐康康的就好 张秀兰叹口气说道 妈 儿子向您保证 我不会干坏事 从今以后 我会好好做人 做一个让你们骄傲的儿子 让村里人都羡慕你们 都尊重你们 林耀宗跪在母亲面前 低头握着母亲的手 痛哭流泪 他知道 父母因为自己 被村里人瞧不起 受了很多气 所以他才觉得 自己是多么的混蛋 但是那只是以前 很快他要让村里人 各个羡慕自己 林国栋见儿子这般模样 也是暗自抹泪 见状开口 耀宗 你既然这样说了 爸支持你 张秀兰温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 一脸欣慰 好孩子 我的药终于长大了 老林家开眼了 林玉珠也是开心的笑了 过来把弟弟扶了起来 弟弟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好 那么他也可以放心的出嫁了 本来嫁娶的日子早点定好了 为了这个家 他把婚期推迟到今年年底 想着能够帮家里一点是一点 林耀宗把眼泪抹了 继续说道 爸 我买三轮车 就是想去收废品 但是现在 我店里需要一个人手电 然后有人卖废品过来 可以帮我收 林耀宗把想法直接说了出来 林国栋一听 这儿子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收个废品 还要特地做个店面 买过三轮车 人家收废品都是骑个自行车 自行车后座 加两个蛇皮带 然后走街串巷的去收 再说了 收废品这活又脏又累 还不挣钱 这儿子咋想的 他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转念一想 只要儿子不和那些狐朋狗有鬼混 脏点累点也没啥 挣不了大钱也没啥 至少堂堂正正做人了 大不了他们再努力辛苦一点 在咱几年前 给他娶一个老实本分的媳妇 也就全户了 这样一想 林国栋开心了 于是笑着说道 你小子想要 谁给你去看铺子 爸 您同意了 林耀宗以为自己 还要费很多口舌 才能够说动父亲 没想到他老人家 那么快就同意了 只要你不偷不抢 你做什么爸都支持 林国栋拍了拍儿子结实的背 爸 你觉得五妹如何 林耀宗想着 五妹平时和自己关系最好 最主要自己做什么 他都会支持 毕竟他们两个是同一天出来的 老五不行 他现在学裁缝呢 怎么能跟你去收费品 他以后还要嫁人呢 林国栋立马反对 他花钱让老五去学裁缝 就是想着他以后 找工作容易些 将来可以嫁一个好人家 爸 要不然我和四弟去吧 林玉珠自告奋勇地提议道 你更不行 你这还有几个月 要出嫁了 这让小刘看到了更不好 林耀宗更加拒绝地干脆 林耀宗听到小刘两个字眼中 闪过一抹很绝 他一定会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 林副口中的小刘 就是大姐的未婚夫刘文秋 表面看上去老实芭蕉 心里却是阴暗无比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这个不合适 那个不合适 那叫谁去呢 这种是肯定不能叫外人的 毕竟到时候自己逃到宝贝 要是被发现了 就不好了 自己家里人发现了 那倒无所谓 反正是自己家人 家人是不会害自己的 他们对自己 都是无私的爱 不如暂时我去吧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谁知道这个店开得下去多久 当然这话 他不会说出口 他不能打击儿子 儿子好不容易想要 正正经经的做点人事 他怎么样 也要支持 就算失败了 也没有什么 就当是一种生活的磨练 毕竟儿子年纪并不大 那也行 不过爸 咱说好了 收废品的 价钱格你要按我标注的收 要不然您乱收 那可是要亏本的 林耀宗怕到时候 父亲见人家可怜 就被高价 那生意没法做 我知道了 你爸又不傻 小看你爸了 林国栋不服气的说道 你还说你不傻 去年给人家干活 结果因为人家 不小心崴了脚 人家哭着说 没钱给你结账 结果你愣是豪气的不要了 张秀兰 毫不客气的 揭穿自己的老伴 这沉枝麻烂骨子的事 你还记着呢 林国栋有些窘 被老七翻旧账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爸 哪有 我哪敢啊 我只是提前和您说一声 林耀宗知道 父亲这人嘴硬心软 平时最喜欢帮别人 所以他提前打好预防针 好了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明天就随你去镇上 对了 儿子 我这样有没有工钱啊 林国栋又问了一句 大家一时猛了 林耀宗反应过来 立马笑着说道 当然有 一个月一百块 爸 您觉得可还满意 满意 满意 林国栋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下一秒 死老头子 还问儿子要工资 你要脸吗 张秀兰边骂 边抄起门后的扫帚 林国栋见状不妙 撒腿就往外面跑 边跑边喊 亲兄弟名算账 何况我是他爸 林耀宗和林玉珠 都忍不住笑了 这样真好 一家人开开心心 打得闹闹 第十八章 偷照片 晚上一家人吃完饭 林耀宗又主动 把碗筷洗了 本来大姐二姐想要帮忙 被林妇制止了 林母虽然有些心疼儿子 但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小儿子 一直都是在家里 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什么活都不会干 现在这样的现象 也不是坏事 洗完碗筷 林耀宗给五妹 使了一个眼色 然后借口说吃太饱了 出去消消食 几分钟后 林世宇偷偷溜出了门 在自家的草垛 找到了四哥 这是他们兄妹俩 多年的默契 四哥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林世宇拍了一下 哥哥的后背 然后背着手 笑眯眯的说道 还是五妹聪明 哥哥在哪里 你也找得到 林耀宗顺势夸了妹妹一句 说吧 又有什么坏事 想要我去帮你做 哥哥叫他出来 肯定是有什么事 需要他帮忙的 五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四哥呢 这次可是正事 不是坏事 林耀宗及时纠正 那好吧 你说正事就正事吧 林世宇一副无奈的表情 反正哥哥说是正事 就是正事 五妹 哥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次真的是正事 哥想请你帮忙 给我把一件东西偷出来 林耀宗想了一下午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 此事还是五妹出马比较好 偷东西 四哥 你疯了吗 爸妈刚刚对你有些好印象 你就用 林世宇听到哥哥 让他去偷东西 脸色立马不好看了 眼神都带着失望 五妹 你误会我了 我是想让你 去妈那里帮我 我把三姐的照片给偷出来 不是偷其他的 林耀宗赶紧解释 也怪自己 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偷三姐照片做什么 再说 妈平时都锁着的 怎么偷啊 林世宇觉得这难度挺大的 老妈平时钥匙都是不离身的 恐怕偷不到 五妹 你平时那么聪明 你一定有办法偷到钥匙的 五妹是最好接近老妈的人选 四哥 你是不是想着 拿照片去找三姐啊 可是时间长了 妈发现照片不见了怎么办 林世宇想起来 四哥和自己说过 要去找三姐的事 五妹 我只要用一天 我就还回来了妈 肯定发现不了 她想着 拿着三姐的照片去找报社 让报社腾一块宝地 刊登三姐的照片 这张照片 正是三姐走丢那天拍的 当时一个外国人 见三姐长得可爱 用相机给她拍的 还送了一张照片 给她做纪念 三姐拿着照片开心不已 母亲怕她弄丢照片 就帮她收了起来 没想到 那好 我去试一试 林世宇点了点头 决定试一试 四哥 那我们回去吧 要不然你回去晚了 爸又以为 哥哥经常和村里的王八 晚上出去玩 经常很晚才回家 回家 林耀宗明白妹妹的意思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一直往回走 四哥 大姐说你买了三轮车 还租了店铺 准备收费品 察觉到哥哥的情绪 好像有些失落 林世宇赶紧转移话题 以后你就骑自行车 去裁缝店 就不用走路了 虽然不算很远 但是二十分钟 也不算太短 好 林世宇欢快地点了点头 爸也会和你去镇上吗 这样的话 家里就只有母亲和大姐了 嗯 暂时是这样决定的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目前来说 只能这样 二姐的工作 现在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虽然一个月只有七十来块 但也是这个家的支柱 自己现在才刚刚开始 等到真正赚了钱 稳定了 就让二姐把林厂的工作给辞了 让她帮自己 父亲她还是希望 她在家里陪着母亲 这样更好一点 两人没多时 就回到家里了 见大姐二姐 一个在那鞋底 一个在贴鞋面 林世宇问道 大姐 二姐 爸妈呢 爸被村长叫去下象棋了 林玉珠扬起针线 在头上哗啦两下 林世宇一听 爸被村长叫走了 下棋肯定一时半会回不来 那就说明妈一个人在房间里 林耀宗假意问道 大姐 二姐 怎么就你们两个 妈上哪去了 妈 好像回房了吧 林月瑶抬头看了弟弟妹妹一眼 继续贴鞋面 林耀宗嗷了一声 然后给五妹递了一个眼色 五妹点了点头 大声说道 我去陪妈说说话 去吧 去吧 妈最喜欢你这小甜嘴 林玉珠笑道 五妹性格活泼开朗 嘴巴也会说 就像那黄鲤鸟 声音也好听 家里排行最小 母亲也格外疼上两分 这家里人都知道 但也不会说什么 家中老妖 可不就都是大家宠着 林耀宗见五妹去了 自己则留下来 陪姐姐们唠嗑聊天 大姐 那个刘文秋 最近没有来找过你 林耀宗知道这个刘文秋 其实有一个相好的 还是个俏丽的寡妇 刘家父母自然不会同意 他们两个在一起 他们把这事隐瞒下来 这事也是婚后抱出来了 爸妈也是很气愤 但是目已成舟 他们也没有办法 再说那个时候 大姐已经怀了刘家的骨骼 为了怕儿子以后 娶个寡妇进门 于是托媒婆找上了他们林家 他们其实看中大姐的勤快 刘家条件也不好 家里兄弟姐妹多 他们之所以看上他们林家 是想着让大姐过去 伺候他们一家老小 四弟 什么刘文秋 没大没小 那是你姐夫 她最近可能忙 并没有来 林玉珠说这话时 脸上闪过一抹少女的娇羞 在农村一般订了婚 就差不多成了 两家的年轻人是可以来往的 并没有那么多的避讳 林耀宗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 大姐 你们都还没有结婚 我可叫不出姐夫两个字 心里冷哼一声 她忙 忙着和寡妇滚床单吧 不要脸的臭渣男 等着 看爷怎么收拾你 耀宗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林月瑶怕大姐不高兴 赶紧训斥 没事 不叫就不叫 本来也还没有结婚 四弟说的没有错 林玉珠感觉到 弟弟对自己未婚夫的不喜 他并不知道 弟弟是因为什么原因 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林耀宗觉得自己 刚刚说话有些过了 于是说道 大姐 他这么久都没有来咱家看你 有时候可能不是因为忙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这样说 只是在提醒大姐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以后也不会太难过 林玉珠和林月瑶 听了都是一愣 四弟这话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五妹出来了 他对着林耀宗笑了笑 林耀宗知道 事情成了 第十九章 灯报寻人 照片里的小女孩 穿着花布袄子 花布棉裤 头上抓着两个小啾啾 用的是红头绳 右手拿着一串糖葫芦 脸上扬着灿烂的笑容 眼睛里盛满了心情 看上去也就三四岁 这就是他的三姐林小月 现在三姐应该是大姑娘了 因为三姐比他和五妹大了两岁 现在失踪了整整十六年了 推算一下 应该是二十岁差不多 母亲经常拿着照片掉眼泪 她一直在自责 自己没有照顾好三姐 把她弄丢了 林耀宗看着三姐的照片 然后才拉灯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 林耀宗用三轮车 把父亲搭去了镇上 打开铺门 拿出一块大木牌 上面用粉笔写着 林家废品收购站 他把木牌竖起来 立在外面 然后从里屋拿出一张纸卡 递给父亲 上面写满了各种东西的收购价格 又把昨天买过来的磅称 放在门口 做完这些 就和父亲说道 爸 您就按纸卡上面的价钱收废品 超过了 咱就不收 我知道了 和你妈一样啰嗦了 林国栋嘴上骂了一句 可是看着儿子 把这里安排得妥妥的 心里还是挺满意的 爸 这一百块零钱 您拿着收费品的成本 还有您要是口渴了 就到里边那间屋子喝水 里面有热水壶 还有自来水 这也是他看中 这个铺子的原因之一 还可以烧热水喝 好 请我收下了 你放心了 我不会让你亏本的 林国栋笑着说道 爸 那我先去收费品了 其实他不是去收费品 而是去了报社 杨江县唯一的一家报社 长青报社 所有的单位 还有学校的老师出版刊物 都是在这家报社发表刊登 和订阅发售 林耀宗把三轮车停在不远处 并没有停在报社门口 而是自己走了 一点路进去 大家看到林耀宗穿着得体 头发也梳得起整 整个人看上去高大俊俏 还以为他是新来的大学生来应聘的 因为最近报社在招人 林耀宗扫了一眼办公室 直接走到一个办公桌面前 你好 公社长 林耀宗礼貌地问好 我一看 见是一个面生的年轻人 心里想着自己并不认识此人 不过还是很有休养地回了一句 你好 请坐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的确有一件事 想麻烦一下公社长 林耀宗一边从兜里掏出照片 放到办公桌上推了过去 随后坐了下来 你是想找人 公培一眼就看出来的 因为这样的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心里也是痛恨那些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把多少家庭给毁了 把多少人的幸福葬送了 是的 这是我三姐 失踪了16年 年方二十 至今没有找到 所以想要贵舍帮忙 当然该出的费用 我不会少一分钱 林耀宗知道 这样的事 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够找到 长时间的 肯定也要花一笔不小的开销 不过为了三姐也值了 16年 这时间也太久了 恐怕几乎是希望渺茫 你还是放弃吧 不是我不肯帮忙 实在是时间太久了 公培听了摇了摇头 表示惋惜 裴社长 我也知道时间太长了 可是因为家里面的条件不允许 猜 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 林耀宗也知道 对方说的是实情 小伙子 你想想 现在你三姐也二十了 什么东西都变了 就算找到了 也可能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也或许她现在过得很好呢 这样的情况是真的很难找到 就算运气好找到了 对方这么大了 有可能不会认自己的亲生父母 那样岂不是更难过 公社长 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想到的 可是我就想让我母亲 不要有遗憾 能够知道 三姐在这个世上安好 就足够了 你就帮帮忙吧 林耀宗仍不死心 他不能让母亲 最后带着遗憾离开 我先不说这些就是这样大海捞阵 还不知道找到猴年马月 这每天都是在烧钱啊 公培也是好心 现在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 哪里吃得消 这样每天的刊登 到时候 因为一个人把整个一个家给拖垮了 真的是 林耀宗还想坚持 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公社长 我来去我们学校的报纸 林耀宗转头一看 真的是秦一兰的声音 一兰 耀宗 两人同时喊了一声 你们认识啊 公培把报纸递给秦一兰 随口问道 算是吧 秦一兰点了点头 耀宗 你来报社做什么 他奇怪 他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公培抢先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 还让秦一兰劝一下他 一兰 你不要劝我 我一定要找我三姐 林耀宗还没有等秦一兰开口 就直接说道 谁说我要劝你了 秦一兰玩耳一笑 然后对公培说道 公社长 你就答应他吧 不管有没有希望 总要试一下 林耀宗没想到 未来老婆和自己是一样的想法 这样的默契 不是老婆是什么呢 公培叹口气 小伙子 你要想清楚 这每天就是一块钱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这是一个月的钱 林耀宗当即掏出三十块钱 放在桌子上 公培只有把钱和照片收了 说道 祝你好运吧 明天过来 把照片拿走 林耀宗连声答应 说了好几声谢谢 接着和秦一兰两个人 一起离开了报社 一兰 谢谢你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然我不知道 还要费多少口舌呢 林耀宗没想到 这次还多亏了他的帮忙 自己说了一箩筐的话 还不如他的一句话 不过他也知道 人家也是一方面出于好心 毕竟时隔那么多年 又不是几年 不用谢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你是不想你母亲 因为愧疚带着遗憾 秦一兰觉得这个小伙子 还是挺有孝心的 母亲这些年一直在自责 只是每次偷偷地掉眼泪 不让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只是装作不知道 林耀宗语气有些沉痛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你三姐一看 就是很善良的女孩 一定不会怪你们的 秦一兰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这样安慰着 谢谢 你帮了我大忙 我请你吃饭吧 林耀宗有些紧张 不知道他会不会拒绝自己 好 秦一兰犹豫了一下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那咱们走吧 林耀宗欢快地说着 眼里含笑 而那个三轮车 早就被他抛到脑后了 眼里只有眼前 这个善良美丽的女孩 第二十章 和未来老婆亲亲了 林耀宗熟门熟路地 来到一个叫做老地方的饭馆 这个饭馆并不大 但是炒的菜非常好吃 那是因为 他以前经常过来吃 所以记得 他把老板叫来 然后迅速地点了两个 秦一兰最爱吃的菜 一个鱼香肉丝 一个黄豆凤爪 看到桌子上的两个菜 秦一兰愣住了 这两道菜 不都是自己平时最爱吃的吗 耀宗 你为什么点这两个菜 你喜欢吃 秦一兰想着不可能 她也正好喜欢这两个菜吧 因为你喜欢吃啊 林耀宗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 秦一兰更加疑惑了 我猜的 因为我妹妹平时 就最喜欢吃这两个菜 所以我想着你也应该喜欢 不好意思啊 要不然 咱重新点个菜 林耀宗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差点露馅了 自己应该像绅士一样地问她 喜欢吃什么 要点哪些菜 结果自己一上来 就自作主张地把菜点了 不用了 这两个菜挺好的 够吃了 秦一兰想着 这家伙花钱那么大手大脚 估计在家里就是个败家子 你不会觉得 来这种小地方不习惯吧 林耀宗只能转移话题 不会 吃饭而已 可以填饱肚子就好 秦一兰虽然出生书香世家 但也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对了 那天那个男人是你什么人啊 自己太大意了 她是我母亲给我介绍的男朋友 秦一兰倒也没有隐瞒 她已经答应了她第二次见面了 你喜欢她吗 林耀宗听了很不舒服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能慢慢来 秦一兰摇了摇头 不喜欢 但也不讨厌吧 毕竟人家也没有对自己 做什么过分的事 至于那天她出丑 也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 怪不得人家 不喜欢也不太讨厌 那就是有发展的可能性了 那可不行 这可是她的老婆 你既然不喜欢 为什么还要和她见面呢 林耀宗其实很不明白这一点 难道仅仅是因为家事相仿 我二十一了 该谈婚论嫁了 再说 我妈挺满意她和他们家的 秦一兰说着 就低下了头 她一直以来 都是按着她妈的意愿 活着努力 做一个乖巧懂事 样样拔尖 知书达理的世家小姐 一兰 你这样想是错误的 结婚一定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才有可能幸福的 林耀宗急得不行 不过还是忍着 耐着性子劝说 她这一世 不可能再用甜言蜜语 旷骗她和自己偷食禁果 她绝不可能这样做 但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把自己的老婆拱手让人 我不懂你说的这些 我只知道 她目前来说 是最合适我的 我也没有男朋友 不懂得爱与不爱 我的父亲母亲 也是相亲认识的 他们不也好好的 她长这么大 从来不知道心动的感觉是什么 也不知道林耀宗口中的爱情 是个什么样子 林耀宗气急 可是她不能发火 她知道 她被岳母已经叫化成了一个 没有自我的女孩 她只知道 家人的安排她 必须去做 不能伤了母亲的心 一兰 你讨厌我吗 林耀宗突然问道 秦一兰摇了摇头 我为什么要讨厌你 讨厌你 我就不会坐在这里陪你吃饭了 一兰 既然你不讨厌我 那么我做你的男朋友 如何 好不好 林耀宗几乎是讨好的语气 上前握住她的手 秦一兰吓得站了起来 耀宗 你 我们不可能的 她没有想到 林耀宗那么大胆 她使劲地把自己的手抽出来 可是纹丝不动 为什么不可能 林耀宗步步紧逼 因为 你弄疼我的手了 秦一兰拼命摇头 眼中都带着泪花了 林耀宗下得赶紧松开了她的手 嘴里说着对不起 一兰 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她语无伦次 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 自己刚刚太过分了 秦一兰哭着跑了出去 林耀宗随后想追出去 被老板拽住 小伙子 菜钱 林耀宗掏出钱丢给老板 然后撒腿往外面跑去 跑出一段路 这才追上 她拦住她的去路 你干嘛 让开 我要回家 秦一兰红着双眼 看样子非常生气 我不让 除非你听我把话说完 林耀宗伸手拦着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不 你让不让开 你不让开我喊人了 秦一兰在气头上 也没有好脸色给她 刚才她把自己 手弄得可疼了 你喊吧 我不怕 她知道秦一兰是一个心软的人 也不讨厌自己 肯定不会让别人 以为她是地痞无赖 那肯定不会喊人了 谁知道下一秒 秦一兰就大声喊了起来 救命啊 有人抢劫啊 她并没有说是流氓 流氓太难听了 林耀宗没想到 这妮子还真敢喊人 真的是要谋杀亲夫吗 赶紧上前捂住她的嘴 下一秒手 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林耀宗哀悠一声 把手放开了 老婆不是大家闺秀 知书达理吗 咋还学会咬人了 这小白兔 变小野猫的节奏啊 秦一兰见对方松了手 得意地笑了 然后又一脚踩了一脚林耀宗 哼一声 然后说道 活该 谁让你窝我嘴来着 不要脸 说完就往前跑 林耀宗大长手一拽 把人拽进了自己怀里 然后邪魅一笑 露出雪白的牙齿 跑啊 咋不跑啊 牙齿还挺立 原以为是只小白兔 没想到还有爪子 你 你想干什么 是你先惹我的 我咬你 也是逼不得已 秦一兰知道自己 刚刚有些过分了 吓嘴狠了点 那既然这样 你打算怎么补偿我 林耀宗在她耳边吐了一口气 看到她明显的脸红了 我 秦一兰恨得牙痒痒 但没有她力气大 第一次和男人 这么近距离接触 她的心 为什么跳得那么快 这个该死的混蛋 不如这样 林耀宗再也忍不住 亲了下去 秦一兰睛的眼睛 瞪得大大的 随即用力去推 到最后的昏头转向 慢慢陶醉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第21章 五块钱收了一个碗 许久 林耀宗放开了秦一兰 四目相对 秦一兰反应过来 又羞又怒 直接一巴掌过来 你 混蛋 流氓 只是没想到 她居然没有躲 结结实实地 挨了她一巴掌 你 为什么不躲 秦一兰结结 看着那五指分明的手指印 结结巴巴地问道 这是我欠你的 林耀宗一改 刚才完事不公的匹态 很认真地说道 你 神经病 秦一兰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骂了一句 神经病就跑了 林耀宗满意地笑了笑 然后才想起来 老爸还没有吃饭 还有他的三轮车 赶紧跑回饭馆 炒了一个菜 给父亲打包 然后骑着三轮车 回了收购站 林国栋正拿着小板凳 坐在门口张望 爸 吃饭了 林耀宗喊了一声 你这兔崽子 还知道回来 我还以为 你把我老头子给忘了呢 林国栋站起来 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三轮车 爸 今天有点事 耽误了一点时间 明天不会了 林耀宗扶着父亲走进去 你这菜是店里现炒的 林国栋看着油汪汪的辣椒炒肉 顿时心疼了 林耀宗点了点头 给父亲倒了一杯白开水 这可不行啊 明天要不然到饭点 咱们还是回去吃饭吧 反正骑车回家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在外面吃饭太费钱了 虽然儿子给了自己两千块 也不能乱花啊 好 明天咱们回家吃饭 林耀宗也明白父亲的意思 的确天天在外面吃 不划算 林国栋见儿子 那么爽快的答应了 才开始坐下来吃饭 心里想着 可惜媳妇不在 要不然也可以尝一尝 他这辈子 也没有带媳妇去饭馆吃过饭 爸 这饭菜可还凑合 林耀宗笑着问道 味道不错 你怎么不吃 林国栋见儿子不动手 桌子上还放着一盒米饭 爸 我吃过了 您慢慢吃 原来他怕父亲吃不饱 叫老板打了两盒米饭 林父这才明白 儿子是怕他饿着 多打了一份饭 只不过吃着吃着 他开始担忧起来 因为他看到 儿子是骑着空车回来的 便开口说道 耀宗 你这生意能行吗 我看你今天一上午 咋啥也没收到 我上午还不熟悉地方 就到处转一下 以后会慢慢好的 您可以收到什么 自己压根就没有去收废品 但他又不能 对老父亲说实话 这万一没有找到三姐 那对于他们 又是一个打击 特别是母亲 就收了一点鸭毛 还有一个脏兮兮的碗 林国栋指了 纸堆在不远处的东西 林耀宗一听收了个碗 便好奇地问道 爸 你怎么连碗都收啊 心里纳闷 谁家连碗也卖啊 我也不想收 可是那个老人家 是一个乞丐 说是别处逃荒过来的 身上没有一分钱了 只有这个乞讨的饭碗了 我就 林国栋也知道 自己不应该收 可是又看不得 老人家那个样子 我给了五块钱 他本来是不要他的碗 这五块钱是给他吃饭的 就当做个好人 发发善心 可是人家 也是有骨气的 不要他的碗 就不要他的钱 林国栋没有办法 只得把碗收下 老人还千恩万谢地走了 给了就给了吧 咱也算做了好事 林耀宗没有说什么 只要不是遇到骗子就成 林耀宗听儿子这样说 觉得儿子也有了善心 不再像从前那般自私自利 心中甚是欣慰 爸 那碗在哪 林耀宗随意问了一句 在那边槽子里 我打算洗干净 带回去给小黑装口粮吃 他想着 反正碗又不能卖钱 不如拿回去给小黑用 最少没有浪费 小黑是他们家养的狗 看家用的 如今养了一年多了 那也行 我去看看 林耀宗走了过去 果然看到 水槽里放着一只脏兮兮的碗 只不过 他居然看到 那碗透着金光 林耀宗欣喜若狂 运气这么好 居然收了一个宝贝 难道真的是因为他的善心 所以才有这样的福报 他迅速地打开水龙头 把碗洗干净 他就用手洗 没有用任何东西 他把这宝贝损坏了 就不值钱了 碗洗干净以后 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他看着上面的花纹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古董 但直觉告诉他 这是一个值钱的宝贝 而且有八成心 还好自己出于好奇去看了一眼 要不然给父亲带回去 给小黑当餐具 那真的是暴殖天物了 林耀宗用软软的棉布 把碗擦干水分 然后拿着它走了出来 你小子在里面干嘛呢 去了那么久 林国栋 此时已经把米饭吃得干干净净 菜却留了一半 爸 这碗不能带回去给小黑了 林耀宗笑着说道 为什么 留着也不能卖钱 不过看上去倒是挺好看的 就是不知道之前多少人用过 要不然 留着自家人吃饭也挺好 林国栋 看了看洗干净的碗 爸 您不知道 这碗可能是一个古董 所以不能喂狗狗 林耀宗小声说道 不会吧 耀宗如果真的是古董 那那老头岂不是有钱人 有钱人还讨伐 林国栋觉得 儿子是不是想发财想疯了 那人说不定也是从别处得到这个碗 也有可能 人家看他可怜给了他一个碗乞讨 也未可知 林耀宗推测道 林副听了 也觉得有些道理 那这个值多少钱 林国栋立马关心起这个问题 我还不知道 我只是猜测 明天我去问一问便知道 他的确还不知道 这个碗的价值几何 这镇上不是有两家古董店 要不你今天就去问问 林国栋提议道 不 这镇子太小 好东西也出不起价 我要去花多的古董店 上次的银员我就是在那里卖的 靠谱 他觉得这东西镇上的古董店 可能出不起价格 这东西这么金贵 林国栋突然感觉 这东西是个烫手山芋 万一人家老人家回过头来 问他要怎么办 于是他又说道 耀宗 你说那老人家 要是回来问怎么办 爸 做生意本来就是一锤定音 买定离手 他就算发现了 也没有用 不过我们出于道义 倒是可以补偿一部分 这个您不用担心 林耀宗安慰着父亲 那就好 林国栋这才放心了 接下来林耀宗把东西包好 小心翼翼的放好 这才发现桌子上还剩下半盒辣椒炒肉 于是问道 爸 你咋还剩了菜呢 我吃不完 带回去晚上吃 里面好多肉呢 林国栋把菜盒合上 林耀宗也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父母节约了一辈子 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肯定不会浪费的 反正中午炒的菜 晚上不会坏 还能吃 爸 这碗的事不能给别人说 知道吗 林耀宗叮嘱道 我知道 你爸不傻 他知道才不外露这个道理 所以儿子一切都不会说 爸 我去收废品了 你继续在这里守着 林耀宗骑着三轮车就出去了 林耀宗看着儿子公身骑自行车的样子 慢慢的露出一个欣慰已久的笑容 第二十二章 帮小舅子搬回局面 林耀宗骑着三轮车多了一圈 收了一些废品 但都是平常的 并没有什么稀缺的 想着去其他片区再转转 刚好拐进一条巷子里 不巧一个小伙子撞了过来 还好林耀宗反应快 一个急刹车才没有撞到对方 不过还是下车问了一句 你没事吧 这人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慌慌张张的往后面看 林耀宗抬头看去 四五个大约十八九的男孩子冲了过来 他们是找你的 林耀宗立马明白过来 嗯嗯 你帮帮我 小伙子急忙说道 也顾不得这人 只是一个收破烂的 小伙子抬头那一刻 林耀宗笑了 原来这小伙子不是别人 正是他未来的小舅子 秦嘉伦 你先站我身后 林耀宗来不及多想 开口说道 不管什么原因 自己都要帮他 毕竟是自己未来的小舅子 秦嘉伦发育的慢 此时的身高只有一米七 站在身高一米八的 林耀宗的身后 就像一个小鸡仔似的 几人很快就窜到跟前来了 秦嘉伦 你赶紧把钱拿出来 男孩子问道 林耀宗知道 这小子最怕岳父 岳父是教授 最爱面子 小哥 你让开 不要多管闲事 另一个男孩子又说道 后面两个也跟着起哄 我想问一下 你们打的什么赌 他输了多少钱 林耀宗一听就知道 这次是小舅子没有理 不过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事情的经过 李耀 你胡说 我明明投的数量和你一样多 他们故意少报了我一个数 我肯定不服了 躲在后面的秦嘉伦 不服气的说道 原来是投篮赌球输了 林耀宗明白了 心里已经有了盘算 这些都还是年轻气盛的男孩 还没有真正的成熟起来 这样不服输的态度也正常 便开口说道 不如这样 我和你们每个人比一场 如果我赢了 他输你们的钱 就一笔勾销 你们觉得如何 你是他什么人 凭什么你替他躲 为首的李耀 不服气的说道 脸上带着少年的那种黄望 还有你一个收破烂的 摸过篮球吗 几个人听了 哈哈大笑起来 要是以前的林耀宗 听了这句话 肯定上前狠狠揍一顿了 只是今非昔比 他也不是当初那个他了 林耀宗微微一笑 你别管我有没有摸过篮球 我就问你们 敢不敢和我赌 你们几个人 不会怕了吧 激将法 对于这些小年轻 是最有效的 哈哈 怕你 真是笑话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输了 又如何 李耀轻蔑的看着林耀宗 心里想着一个收破烂的 还能够打得过 他这个每天都打球的人 长得高又如何 没有经过训练 是不可能可以打得很好的 我想问问他输了你们多少钱 林耀宗答非所问 三十 李耀伸出三个拇指 如果我输给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我就双倍给你们 林耀宗非常大方的说道 身后的秦佳伦拉了拉他的衣服 意思是让他不要赌 我们还是快跑吧 他小声说道 这要是输了这个人 哪里拿得出六十块啊 这都基本上是普通人 进一个月的工资了 他不能让别人 为了自己搭进那么多钱啊 林耀宗对他笑了笑 别担心 好 这是你说的 走 咱们现在去球场 李耀想着遇到一个傻貌 林耀宗骑着三轮车 淡定的说道 上来 秦佳伦本来不想坐 觉得有些丢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人的眼神 他还是坐了上去 臭小子 还敢嫌弃 林耀宗喷出一句话 直接搅一蹬 就跟着他们几个人后面 慢悠悠的骑着 这风景还别说 挺别具一格 十几分钟后 到了篮球场 你们谁先来 林耀宗站在篮球架的不远处 看了一眼篮球架 老大 我先来 其中一个男孩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道 原来这李耀 还是他们的头头 慢着 咱们应该规定一个时间吧 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们玩 林耀宗抬手阻止 那就以五分钟吧 李耀爽快地答应了 他觉得自己赢定了 好 你们开始吧 林耀宗点了点头 退到一旁观看 这个游戏其实非常简单 无非考的是投篮的准确度 站在规定的界限外 然后开始投篮 一 二 三 时间到 李耀看了看放在地上的手表喊道 手表是李耀的 他们家其实和秦家是住一个大院 为了公平起见 他把手表摘下来放在一边 这样大家都看得到 省得有作弊的嫌疑 百掌天 六十个 接下来 到你了 小哥 李耀看了林耀宗一眼 提醒道 好 我叫林耀宗 记住了 林耀宗走了上去 脸上充满了自信 他读书的时候 可是球队的队长 这个队长可不是浪得虚名 他的体育可是出类拔萃的 一 二 三 一百五十大家报的声音越来越小 这特么什么鬼马天才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就连李耀最高记录也才一百个 这家伙五分钟居然一百五十个 这什么速度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还以为是一个机器人呢 接下来 你去 你去 还是你去 都不要争了 李耀大声打断了同伴的争吵 林耀宗 我们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李耀知道 就算比了 也是输了 他不可能做得到 更不可能超过 不过能够输给这样一个高人 他心服口服 秦家伦 我们之间的赌约一笔勾销 李耀道 也是说到做到 并没有出而反而 秦家伦 更是对林耀宗崇拜的不得了 简直就要 把他当偶像了 李耀说着 就要带他们几个人离开 林耀宗叫住他们 这五块钱 你们去买瓶汽水喝 就当他请你们的 林耀宗指了指小舅子 李耀的小跟班接过钱 觉得这人还不错 至少还有一瓶汽水喝 以后有时间 你们也可以叫我陪你们打球 林耀宗对李耀说道 真的可以吗 李耀有些激动 心想 以后可以向他学习 当然可以 林耀宗点了点头 几人这才离开 他们走后 林耀宗对发愣的秦家伦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上来 我送你回家 第二十三章 一蓝 你要如何谢我 秦家伦坐在三轮车上 这才反应过来 这哥们咋知道自己家住哪里啊 看样子 这条路的确是往自己家去的 林哥 你知道 我家住哪吗 他还是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有一次听你姐提过 你家不是住北渊 林耀宗只能这样说了 你真认识我姐呀 我以为你和我开玩笑的呢 秦家伦虽然疑惑 姐姐怎么会认识一个收破烂的 但此刻也相信了 要不然 人家也不会说出自家的地址啊 嗯 认识 见过几次 还一起吃过饭 林耀宗一边蹬着三轮车 一边说道 林哥 虽然你今天帮我赢了 争回了面子 但也不能吹牛啊 我姐和你吃饭 不太可能吧 还吃过饭 真的假的 林耀宗知道 姐姐这个人 就是标准的乖乖女 妥妥的贵家名媛 怎么可能和他这样的人 在一起吃饭呢 倒不是他瞧不起林哥 而是觉得 姐姐一向自律 不可能随意和男人吃饭的 除非是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 可明显 林哥不符合父母的择序标准 可以说一点都不够格 唯一一点就是 这外表符合 我骗你干嘛 我又必要骗你这小屁孩吗 不信你待会问你姐 不就知道是真是假了吗 心里还有句话他没有说 那就是 不仅和你姐吃过饭 还了呢 不过他是不可能 告诉小舅子的 要不然 秦家伦见林耀宗说的那么认真 半信不信 一时也动摇了 想着还是待会偷偷问问他姐姐 到了北院 林耀宗直接骑着三轮车进去了 到了 下车吧 林耀宗把三轮车 在他们家门口停了下来 然后让秦家伦下车 姐 我回来了 秦家伦冲里面喊了一句 里面的秦一兰 听到弟弟的喊声 赶忙走了出来 看到林耀宗的那一刻 惊得眼睛都睁大了 指着他 断断续续道 你 你怎么来了 还和我弟在一起 意欲何为 这家伙太神通广大了 居然还认识他弟弟 还知道自己家住哪里 一兰 我们又见面了 当真是缘分啊 林耀宗笑得如沐春风 眼神里带着几分蛊惑 缘分个鬼 你赶紧离开这里 秦一兰气急败坏 生怕弟弟看出他俩的不对劲 更怕这家伙万一发神经 把他们两个已经轻轻的事情给说出来 一兰 你就是这样的对待恩人的 我刚刚可是救了你的宝贝弟弟 林耀宗一脸皮笑 然后走了过去 靠近秦一兰 他凑在他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 成功地看到 他的耳垂红了 他知道他很紧张 还是小声说道 是不是对今天的那个吻 意犹未尽啊 见到我 可还高兴 你 臭流氓 秦一兰听他提起那件事 又羞又怒 随即就骂了一句 姐 原来你们真的认识啊 不过 你为什么要骂林哥呢 他今天可是帮偶的大忙了 秦家伦见他们这样 再也没有一丝疑惑 林哥没有骗自己 他和姐姐是认识的 不过 姐姐一向温柔和善 对家里的保姆 也从来都是轻声细语 为什么要对林哥恶语相向呢 林耀宗 你对我弟弟做了什么 他怎么口口声声说你帮了他 秦一兰觉得 弟弟太单纯了 肯定被这个男人骗了 这人长得一表人才 谁知道心眼那么多 整人倒是有一手 我哪有做什么 一兰 你误会我了 不信 你问问你弟弟 林耀宗装的一脸无辜 秦家伦拉着姐姐走到一旁 然后低声的和他说了几句 他可不能让姐姐误会人家 毕竟人家可是给他解了围的 他以后还指望着他 教自己打球呢 秦一兰这才知道了 事情的前因后果 瞪了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一眼 随后脸色稍微好一点 我弟说了 你帮了他 我替他和你道谢了 不过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找他了 他可不想 弟弟被这人带坏了 姐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秦家伦不高兴了 平时姐姐挺护着他 可是现在林哥是自己的偶像 怎么能让姐姐如此对他 说话也是凶巴巴的 没有了平日里的温柔 一兰 你既然说要谢我 那想怎么谢我呢 林耀宗不恼不怒 向前靠近两步 秦一兰下得赶紧退后两步 就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白兔 你想怎么样 谢你 你们秦家的代客知道就是这样 都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 林耀宗慢悠悠的吐出一句话 秦一兰立马不假思索的拒绝 不行 姐 你干嘛 为什么不让林哥进去 秦家伦都看不懂自己的姐姐了 有些生气的喊道 莫非你男朋友来了 林耀宗胡乱猜的 你胡说什么 我哪有男朋友 上次那个秦一兰不知道为什么 当即否认 好像是姐是 又好像是 林耀宗听了暗自窃喜 说明他们还没有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那不然这样吧 你既要感谢我 不如下次你请我吃饭吧 上次我不也请了你 你看 可好 林耀宗本就没有打算 今天去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 今天本就不合适 好啊 好啊 到时候姐可要带上我 秦家伦很没有眼力见的说道 林耀宗 你个二货 我和你姐吃饭 你凑什么热闹 秦一兰本不想答应 但弟弟的一句话 却让她改变了主意 有弟弟陪着 自己啥也不怕 行 说好了 这个周末我请你 还是原来那个地方吧 那家饭馆 味道还是不错的 好 那到时候不见不散 林耀宗见秦一兰答应下来 也就不再耽误时间 说道 我回去了 就不打扰了 而此时的一家之主的秦荣光 听到声音走了出来 见到林耀宗 还以为他真的是来收破烂的 便喊道 小伙子 我楼上的杂物间 正好有不少不要的 你收了去吧 林耀宗先是一愣 再想 自己现在不就是收破烂的吗 随即点了点头 好嘞 随即跟着未来岳父走了进去 留下身后的姐弟二人 秦一兰赶紧追上去 在他耳旁警告 那件事不能告诉我爸 林耀宗坏坏一笑 声音魅惑又雌性 看我心情 秦一兰气得在他脑后 勺轮了轮粉拳 骂了一声 无赖 随后进了自己房间 后面的秦家伦 看得一脸猛逼 姐姐和林哥 好像关系不一把 第二十四章 好个俊俏的后生 林耀宗跟着未来岳父上了二楼 秦荣光打开一间房间 这其实是他的书房 他经常在这里看书报 或者工作 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后 折纸墙角堆着的几个纸箱子 说道 那些就报纸 还有其他的 你都收了去吧 那些报纸时间长了 都有些发黄了 因为每期的报纸 他们家都有 所以太多了 留着也只是占地方 索性处理掉 其实他早就想处理掉 只是有时候一忙就忘了 那好 我先整理一下 待会给您算钱 林耀宗然后把什么东西 多少钱一斤 都细说了一遍 还没有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不要你的钱 我还要感谢你帮我 处理这些东西呢 秦荣光虽然是教授 但是并没有看不起林耀宗 反而挺欣赏他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一点不爱面子 穿街走向的收破烂 就这一点 就比好多年轻人强 比如他们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这个时候 秦荣光也跟了上来 正好进门 就看到父亲看自己的眼神不对 就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不由自主的脚 都有点发抖 秦荣光看到儿子这样 气就不打一出来 加伦你上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 能不能给林哥帮帮忙 秦荣光指了指林耀宗 然后快速的过来 帮他整理报纸 秦荣光一听 盯着儿子攻着的后背沉思 这小子啥时候 变得这样助人为乐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是主人 怎么能让你帮忙 你还是坐一旁去吧 林耀宗故意大声说道 他一个公子哥 哪里知道弄这些东西 只会给他帮到忙 林哥 你别把我当主人就行 秦荣光坚持要帮忙 你们两个认识 秦荣光这才看了出来 今天才认识的 林耀宗抬头说道 好个俊俏的后生 秦荣光这才真正看清楚 眼前这个小伙子的样子 之前和他说话 根本没有注意看 嘿嘿 叔叔 你过奖了 林耀宗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爸 你不知道 林哥不仅人长得好看 打篮球更厉害 简直是帅爆了 秦荣光不由自主地夸了起来 哦 是吗 你小子怎么知道的 这儿儿子咋看样子 好像还挺了解这小伙子的 这 多怪自己一失嘴快 现在怎么办 然后 把眼神投向了林耀宗 看着小舅子 可怜巴巴的求救眼神 林耀宗值得替他解围 随口就来 就今天陪他们几个年轻人 切磋了一下球艺 年轻人多运动是好事 对身体好 秦荣光觉得 打球也是一种好的爱好 便也没有说什么 也就不再管他们了 他并不反对儿子 和这个年轻人来往 只要人品可以 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 他坐了回去 拿着放大镜 开始研究桌子上的一个词评 这是他一个好友 让他给自己看的 说是 花了高价买的 因为秦教授 平时也有收藏古董的爱好 自然也就有了 七八个志同道合的好友 他们都有这方面的喜好 平时也会到 阳江县城的古董街去看看 虽然大多数无功而返 但也浇灭不了他们的热情 几个好友 有时候还会相约 去花都看看呢 只不过去的次数少 林耀宗弄了好一阵子 才把东西全部整理好 然后搬到了 楼下门口的三轮车上 当然秦家伦说 帮忙也不是白说的 他也帮着搬了 这可把家里的保姆 看得目瞪口呆 因为他可没有见过 秦少爷做事 一个连水被倒了都懒得服的人 居然突然间变得这么勤快 不过他只是一个下人 有些东西看看可以 不能多嘴 谢了 家伦 林耀宗拍了拍他的肩膀 人家好歹帮了自己 说声谢谢 也是应该的 不用 林哥 这是我应该的 你不是也帮了我吗 秦家伦摸了摸后脑勺 林耀宗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抬头的瞬间 看到秦一兰窗户里探出来的头 不过很快躲了回去 原来老婆在偷偷看着自己 那岂不是说明 她在关注自己 看样子 老婆对自己 也不是没有好感的吗 女人嘛 都是刀子嘴斗抚心 嘴上骂着你 心里爱着你 见他不再露脸 林耀宗便又进屋上了二楼 掏出一块五毛钱递给秦荣 秦叔说 这是您卖废品的钱 小林 都说了 不用 秦荣光听儿子叫他林哥 想必是姓林吧 他便叫这个小伙子 叫小林了 林耀宗掏钱的时候 看到了秦荣光桌子上的小瓷瓶 和放大镜 并没有发现任何金光 可是他感觉到 未来岳父分明很喜欢这东西 你也对这东西有兴趣 秦荣光笑着问道 没想到年轻人也对这个感兴趣 这东西不会是岳父买的吧 这要是真的 恐怕吃大亏了 可以 秦荣光爽快地答应了 并把瓷瓶亲自放到了他的手上 林耀宗放在掌心 仔细端向了一会 问道 秦叔叔 这是您买的吗 秦荣光摇了摇头 不是 是我一个友人 他买了 不过那个卖主手上还有一只 我也想买下来 他觉得挺不错的 自己也喜欢 多少钱买的 林耀宗又问道 两千就是因为价格太贵了 他犹豫不决 有些舍不得 所以一直没有买 要是老婆知道自己花两千块钱 买这么一个小东西 估计晦气的和自己离婚不可 所以他一直不敢下手 只有借好友的来过过瘾 秦叔叔 你千万不要买 这个应该是高仿 你那有人肯定上当了 不过这一行的 也不是人家骗你 愿买愿卖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谁也愿不着 小林 你别瞎叔叔 你说的可是真的 这要是真的 他那个友人还不哭死 这可是两千块呢 不是两块 我也不能百分百肯定 你可以让您的友人 带着东西去古董店问问 就知道了 林耀宗猜到 他们肯定是在古董店旁边的 那个淘金巷里淘的 那我得赶紧告诉他去 谢谢你啊 小林 改天来叔叔家做客 我们聊聊这方面的 秦荣光用帕子包好瓷瓶 放进锦盒里 好的 秦叔叔 林耀宗爽快地答应下来 很快 秦荣光带着东西 就急匆匆走了 林耀宗心里美滋滋的 这样成功打入内部 又离老婆进一步了 林哥 你可真厉害 连我爸都折服你了 秦家伦竖起了大拇指 果然是他的偶像 魅力无边啊 简直是老少通吃啊 第25章 冤家路窄 再次交锋 林哥 你不留下来吃晚饭啊 秦家伦想着人家帮了自己 请人家留下来吃饭 也是应该的 不了 我得把废品放到我的收费站里 晚上我还要回家 陪家人一起吃饭 下次咱们再一起吃饭吧 你姐不是答应了 请我吃饭吗 林耀宗说话的时候 还瞅了那边的窗户 只可惜没看到人 那好 林哥 下次咱们再一起吃饭 秦家伦只能作罢 正当林耀宗刚刚想离开的时候 张文生和自己的岳母出现了 你怎么在秦家 张文生惊讶地说话都结巴了 不过看到了三轮车上的旧报纸 他瞬间明白了 原来这小子是个收破烂的 只是收破烂的 还有钱去咖啡馆喝咖啡 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是什么 随后又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原来你是来收破烂的 我还以为你是秦小姐的朋友呢 林哥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朋友 你又是谁 还没有走进屋里的秦家伦立马沉下脸 语气也不好 他并不认识张文生 因为他没有见过 家伦 不得无礼 张主任可是你姐姐的朋友 沈文娟呵斥着儿子 然后随意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小伙子 长得是不错 只是 这位姓张的 我既是收破烂的 也是秦家伦和秦一兰的朋友 怎么 这有问题吗 林耀宗并没有一点生气的表情 而是以平常的语气问道 你说是朋友就是朋友 我可不相信 你肯定在这里吹牛 张文生压根不相信他的话 你信不信 与我何干 我没工夫和你在这里扯先话 然后冲着未来岳母沈文娟 微微一笑 随即准备骑着三轮车 就要走人 而此时的秦一兰 不知道何时走了出来 妈 张文生 她是我的朋友 也是弟弟的朋友 秦一兰看了林耀宗一眼 我可是 不想让你被人这样说 哦 既然是一兰的朋友 那不如进去小做片刻 虽然沈文娟对眼前这个小伙子 没有太多好感 但出于教养 她还是这样说了 进门时刻 她并不想让儿子女儿难做 林耀宗本来想拒绝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拒绝 就被秦家伦生拉硬拽地拖了进去 林耀宗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时间还早 几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沈文娟作为女主人 肯定是热情招待了 不过很明显的是 对张文生更加热情了 毕竟 这是她看重的未来女婿 张文生那次出丑回家后 细想了一下 自己平时身体很健康 饮食也很规律 生活更是可以用自律来形容了 因为她知道一个健康的身体 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她便怀疑 是这个男人捣了鬼 虽然没有充足的理由怀疑 但她相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 现在听到秦一兰说 这个人是他们秦家的朋友 就更加确定了她心中的怀疑 于是便开始找刺 想让沈阿姨和秦一兰讨厌她 刚才在外面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你是一兰的朋友 她故意不再说是秦小姐 而直接改了称呼 来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林耀宗挑眉看了她一下 心里哼了一声 我老婆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我和一兰早就认识了 应该说不好意思才对 上次在咖啡馆让你破费了 下次我再请你去咖啡馆喝咖啡 一提到咖啡馆 张文生的脸力马鹰沉沉的 却因为沈文娟在 她也不好发脾气 只得强忍着 那个什么咖啡馆 是她人生最尴尬丢脸的一次 她一辈子都不会去了 这家伙居然在她的未来岳父 和未来老婆面前提起 不是故意的是什么 分明就是居心不良 咖啡馆 文生 你也喜欢喝咖啡啊 沈文娟问道 因为她也喜欢喝咖啡 特别是晚上可以提神 也不是特别喜欢 一般一般 只是之前在国外喝习惯了 不过现在毕竟回国了 还是要改一改这个习惯 张文生生怕沈文娟说 要去咖啡馆喝咖啡 石阿姨 您可能不知道 张主任可能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 回到中国 有点水土不服 喝了咖啡就会 林耀宗拖着尾音 并没有说出来 他也只是故意气一气这家伙 就会什么 文生 听出来了林耀宗的话里有话 虽然他很看重张文生 简直是最佳成龙快婿 但是身体不好 他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他的 毕竟女儿的幸福 还是在第一位的 沈阿姨 其实也没什么 一点小问题 现在全都好了 对了 我妈让我请你们全家去瑞华大饭店 吃个便饭 张文生赶紧解释 然后又转移话题 这便饭可没有那么简单 说白了 就是家长见面 把婚事定下来了 沈文娟一听 身体没问题 又听到了对方父母 要求见面吃饭 心里就明白了 他其实也觉得 早点定下来的好 免得夜长梦多 好你个张文生 速度够快的 正想开口说什么 不过却没有来得及 一旁一直不说话的 秦一兰开了口 妈 我和张主任认识的时间还短 彼此还不够了解 这个时候那么快见家长 是不是太急了 这个事 还是以后再说吧 沈文娟看着一直以来 乖巧听话的女儿 居然不同意 有些诧异 正想着说服女儿答应下来 完全忘了还有外人在 妈 林哥还在呢 您这个时候和解说这些事 合适吗 秦嘉伦虽然平时魂 却也不傻 他看出来 林大哥对自己的姐姐有意思 怪不得他之前一直觉得 哪里不对劲 原来不对劲的地方在这里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可以助攻一下 毕竟林大哥当自己的姐夫 还是不错的 张文生见秦一兰好像不愿意 又一想自己和他 也就接触过一次 还是那么不好的印象 这样的情况下 就见家长 的确有些不合适 主要爸妈那边催得比较急 总觉得 现在儿子事业有了 就应该娶媳妇生孩子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顾及女方的感受 却也是不对 于是说道 沈阿姨 一兰说的对 毕竟我们才接触一次 需要一个了解的时间和过程 不如这件父母吃饭的事先放一放 回去我会和我爸妈说的 林耀宗 这小子还不错 不是那种奸诈小人 沈文娟见人家都这样说了 也就笑着点了点头 你回去和你爸妈好好解释一下 林耀宗觉得自己 再坐在这里也不合适了 于是起身告辞离开 沈文娟假意留他吃饭 林耀宗客气的拒绝了 然后蹬着三轮走了 秦一兰看了一眼 不过很快把眼神收了回来 而秦佳伦站起来说道 我去送送林哥 然后跑了出去 佳伦 你去哪里 别忘了回来吃饭 沈文娟喊了一声 直摇头 你小子咋又出来了 林耀宗此时已经到了大门口 不明所以的 看着气喘吁吁的小舅子 林哥 你做我姐夫吧 我知道你喜欢我姐 秦佳伦丢下这句话就跑了 林耀宗薄唇威敏 随后笑了笑 骑着三轮车回到收费站 只不过林耀宗前脚刚刚离开 张文生也找了一个借口回家了 随后秦荣光回来了 回来就直接问儿子 佳伦 那个姓林的小伙子呢 你说林哥啊 回家了 这么晚了 可不得回家吗 咱妈又不留人家吃饭 秦佳伦说道 然后哀怨的眼神 看了母亲一眼 你这臭小子 我留了 他自己不吃 沈文娟笑着假意抽了儿子一下 真打他可舍不得 走了 你咋不留他吃晚饭呢 秦荣光怪起了儿子 然后又问道 你可找得到他 应该可以吧 听说他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 秦佳伦不知道 父亲为什么要找林哥 不过还是实话实说了 那好 明天中午 你把人请到 咱家来吃饭 秦荣光说完就上楼了 上楼的时候 秦荣光还说了一句 文娟 明天让保姆多炒两个好菜 秦荣光搞的母子三人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26章 被发现了 林国栋看着儿子三轮车里 满满当当的 也是非常开心 看样子 耀宗下午你这生意还不错啊 这样爸也就放心了 只要有生意 钱多多少少 还是挣得着的 虽然这活看上去不体面 但好歹儿子 不再像以前那样 浑浑噩噩过日子了 爸您就放心吧 以后生意会越来越好 咱现在才当当开始呢 林耀宗把废品搬进店里 林国栋想要帮忙 被儿子制止了 爸您歇着 这点活哪里还要您动手啊 林国栋也就索性不动了 反正儿子年轻 让他练练利器也行 不过他发现 儿子自从那天早上醒来以后 变了好多 不仅每天锻炼身体 还变得勤快 最重要的是 不再是那么的自私自利 现在还会洗碗筷 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衣服也自己洗了 以前都是他妈和两个姐姐帮着洗 他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儿子突然间变了 但只要是往好的方面 他就比中了一万块都要高兴 爸 我都收拾好了 咱锁门回家吧 妈和大姐 估计都把饭做好了 林耀宗把门锁好 当然把那个碗也带回了家 回到家里 五妹已经到了家了 果然骑自行车 就是省事多了 吃完晚饭 林诗宇偷偷问道 四哥 那三姐的照片你放回去没有 照片要明天才能拿回来 明天拿回来我给你 你再偷偷放回去 林耀宗小声回道 林诗宇点了点头 三姐的是办得顺利吗 林诗宇又问道 挺顺利的 你放心 林耀宗用手做了一个的手势 林诗宇竖起大拇指 夸哥哥办事效率快 你们兄妹俩嘀嘀咕咕的 说什么悄悄话 时候不早了 还不快去睡觉 林国栋走过来喊了一声 知道了爸 两个人立马起身 回了自己的房间 林国栋见两个小的 回了自己的屋子 也就把大门关好 也回屋了 看到坐到床上 有些呆愣的老伴 他就知道他开始想老三了 秀兰 可是又想老三了 林国栋走过去 坐到老七旁边 张秀兰擦去眼角的泪水 笑着说道 没有 我只是觉得 现在老四变好了 要是老三没有丢 那我们全家就真正的团圆了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也不要自责 也可能 那孩子和我们没有缘分 咱家穷 或许老三现在 在别人家过的是好日子呢 林国栋只能这样 去安慰老七 这些年他都麻木了 也知道 找人几乎是不可能了 唯一希望孩子 在别人家 可以过得好 张秀兰点了点头 掏出钥匙 打开抽屉 他想要看看他丢失的老三 谁料到他打开抽屉 翻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老三的照片 他慌得不得了 直接把抽屉全部拉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倒在白色油毡上 林国栋见情况不对 赶紧上前问道 怎么了 丢啥东西了 还是丢钱了 因为抽屉里放的 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比如一家人的身份证 户口本还有钱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东西 老三的照片 没有丢钱 国栋 咱们的老三照片不见了 怎么办 张秀兰整个人都慌了 他不知道 如果连这唯一的照片都没了 以后老三就真的找不到了 秀兰 你先别慌 你再想想 是不是自己放在了其他地方 你再想想 再找找 林国栋听到老三照片丢了 也是慌得很 但还是比老伴理智 我不会记错的 我一直把老三的照片 夹在户口本里面 想他的时候就看看 怎么会不见了 张秀兰摇了摇头 放照片的地方 他从来没有换过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一时之间 林国栋也没有了主意 他没有想到 有人偷照片 因为照片又不值钱 抽屉里的两千块钱 还好好的躺在里边 张秀兰再也抑制不住 又带着深深的自责 就趴在老伴身上痛哭起来 林国栋也只能好生安慰 却也没有办法 正好企业的大姐林玉珠 听到了母亲的哭声 她还以为爸妈吵架了 赶紧把弟弟妹妹叫了起来 然后四个人 就都一起来到父母株的门外 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 国栋 都怪我 是我把老三弄丢了 是我没有看好他 我 可是现在 他生日那天唯一的照片 也没了 老三再也回不来了 我真的没用呀 老三唯一的东西 我都守不住啊 你说要是老三回来了 咱怎么让 外面的四姐弟 听了这些才知道 又是因为三妹 大姐二姐以为三妹照片真的丢了 母亲才那么伤心 只有林耀宗和林诗宇知道 照片没有丢 而是被她拿去登报了 林耀宗万万没想到 母亲咋那么快就发现了 只不过母亲以为自己弄丢了 不是被人偷了 她此刻 内心充满了矛盾 矛盾应不应该进去 告诉母亲照片 她拿走去登寻人启事找三姐 可是她更怕 如果给了母亲希望 万一希望破灭 母亲又如何承受得了 而林诗宇 毕竟是女孩子 敢信一些 再也忍不住推门入 跪在了母亲面前 妈 三姐照片并没有丢 您别哭了 照片是我偷了 老五 你为什么要偷照片 你没看你妈多难过吗 林国栋心疼老七 拿起床上的小扫帚 就仰起手要打老五 老大老二本来想上前阻拦 没想到弟弟比他们更快 林耀宗几步上前 夺过扫帚 跪在了爸妈面前 爸 你要打就打我吧 照片是我让五妹偷的 不知内情的林国栋 气得拿起小扫帚 狠狠地抽了一下儿子 气得手都发抖 你为什么要让老五偷照片 你们难道不知道 那个照片是你妈的命吗 老头子 别打孩子 他们有什么错 都是我的错 张秀兰虽然不明白 两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做 但还是心疼他们的 爸 妈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四个他 五妹 不能说 老四 你住嘴 老五 你说 爸 四个没有错 四个是拿着三姐照片 去报社登寻人启事 但是又怕万一三姐找不回来 妈会更加伤心 所以哥说先瞒着你们 等有了消息再告诉你们 三姐照片 明天就可以拿回来了 林诗宇实在不忍心 哥哥受这种委屈 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 大家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老大老二赶紧过来 把老四老五扶起来 诗宇 耀宗 妈误会你了 让你受委屈了 张秀兰抱着两个孩子 既开心又难过 林国栋知道错怪了老四 老五 特别是老五 自己还打了他 顿时觉得尴尬 又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 憋出一句 以后做什么事 和大人说一声 别自作主张 因为大家的心里都多了一份希望 因为一直以来 他们都希望一家人可以团圆 第27章 王八 孩子们回屋后 张秀兰忍不住埋怨老伴 你今天不该打俩孩子 他觉得 明明孩子们是为了他 却挨了打 心疼两个孩子 秀兰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改 耀宗这孩子是真的长大了 林国栋知道 今天自己太急躁了点 嗯 孩子们大了 就算真的犯错了 也不能老是打打妈妈 外人听见了也不好 你也得给孩子们留点面子 他觉得孩子们都是大人了 做错了什么说几句就好了 我知道了 你就别说我了 时间不早了 咱还是睡吧 他明天还要跟老四去看店呢 张秀兰点了点头 拉灯躺了下来 林国栋躺在床上 却睡不着了 他想起来 今天白天收的那个碗 难道真的是古董 儿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还会看古董 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 算了 还是睡觉吧 不多时就睡着了 张秀兰却是睡不着了 听说报纸城里人都喜欢看 那么就有很多人 看得到老三的照片了 这么一说是不是希望酒很大 不知道想了多久 张秀兰才沉沉睡去 另一屋的林耀宗 正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 窗外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咕咕 咕咕 林耀宗心里明白 这根本不是猫头鹰的叫声 而是王八和他之前的暗语 林耀宗心里想着 好你个王八 我都还没有去找你 你倒是找上门来了 不过他并不想理这个混蛋 主要自己也是真的困了 收拾这人也不急在意识 他现在更重要的是先挣钱 外面的咕咕声叫个不停 林耀宗怕把父母和姐姐妹妹们吵醒 只能披了一件衣服起来 跳窗而出 不敢走正门 王八看到林耀宗出来 就一顿埋怨 耀宗 你小子咋睡得那么死 我嗓子都哑了 太困了 你有事 林耀宗装作很困 刚刚睡醒的样子 他现在还不能和他翻脸 他还要利用这个人 揪出那个地下赌场 把他们一网打尽 一来为自己报仇 二来为民除害 王八虽然感觉到 林耀宗对自己的态度 好像不像从前那么恭敬 但也没有多想 以为对方太困了 才这样的 因为平时这个家伙 都是王阁长 王阁短的叫他 不过今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们几人组了一个局 就想着骗这小子入局 赚他的钱 想着待会就有钱了 便也就没计较那么多 直接说正事 赖皮和二狗他们几个 在那里打扑克 让我叫你一块去呢 林耀宗一开始说道 真的呀 然后又一脸为难 不过我没有钱 去不了 还有我爸最近看得紧 前两天我晚上那么晚回来 还被我爸恩被窝里揍了一顿 现在屁股还疼着呢 别让你爸发现就好了 没钱你问你二姐啊 他不是有工资吗 王阁又开始给他出主意 以前林耀宗根本没有什么主见 每次都是王阁叫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这小子也坏得没边 每次还偷偷在村里散播谣言 说他怎么这么大方 怎么怎么请他们吃饭 他败家子的名声 也就慢慢的越来越响亮 每次王阁都是在林耀宗这里 蹭吃蹭喝 林耀宗把他当好兄弟 没想到身边的是一只野狼 如果单单只是这样 林耀宗还不会那么恨他 只是后来他千不该万不该 骗他去赌场 从此走上不归路 我二姐也就一个月七十块钱 哪里够用 再说他最老实 把钱都大部分交给我妈了 我妈最多给我十块钱 就顶破天了 林耀宗一副很想去 有没办法的表情 其实他现在很想和他翻脸 但是现在的王阁 还没有接触到地下赌场那帮人 他还不能打草惊蛇 必须忍耐 那怎么办 那一批他们还等着呢 王阁见林耀宗这么说 也是没办法了 本来想着 今天设个套让这傻小子钻的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没有钱 那我也没办法了 下次吧 你都不知道 我爸现在每天管着我 我就像坐牢一样 哪有你们那么潇洒 我都羡慕死了 林耀宗装作很羡慕 却又无可奈何 可怜兮兮的样子 这个时候 林傅的一声咳嗽声传来 你快走吧 我爸好像发现了 林耀宗赶紧推了王阁一下 王阁没注意 跌来的狗吃屎 你没事吧 他谁都不怕 他最怕的就是林耀宗的爸爸 那可是个狠角 轮起扁担就打 那可是真打 管你是谁 林耀宗看着狼伴逃的王阁 冷笑两声 然后想了想 他们几个人 就算没有把自己拉去 一定也会玩 既然如此 自己不去凑凑热闹 怎么对得起 他们这番深情厚意呢 他轻车熟路的 就找到了他们的聚集点 一个单独的茅草屋 里面有一张旧桌子 和一张床 这是王阁家里原来的老房子 现在被他偶尔用来打牌用 他曾经也经常光临此处 林耀宗通过窗户网里面看 果然有四个人 都是他认识的几个熟悉面孔 王哥 你这是怎么了 后面有鬼在粘你吗 对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 那个傻蛋 怎么没有来 别提了 我差点被那个老家伙发现了 你是说林国东那老家伙 不是他还能有谁 他们几个都怕他 那傻蛋 没有偷偷出来 他好像前两天被他霸揍了 看得紧 咱们还是过几天再找他吧 还想着 今天可以赚他的钱 明天可以喝点小酒 买包好烟呢 别爱上叹气了 咱们几个玩 大家于是把钱放在桌子上 开始打牌 几人一边玩牌 一边抽烟 房间里乌烟瘴气 烟雾鸟鸟 林耀宗眼珠子一转 心里有了主意 他转身去找了一个大的蛇皮带过来 还有绳子 然后露出一抹阴沉的笑 今天晚上一定让你们永生难忘 第28章 收拾恶渣渣们 小意思了 哦哦 林耀宗学起了狼叫 这个时候山上是还有狼的 不过进村里倒是没有 野猪也有 倒是偶尔会进村里破坏庄稼什么的 村民也是气得牙痒痒 但也没办法 谁也不敢进山去打野猪啊 野猪凶得很 何况还有狼呢 每次也只能骂几句解解气而已 林耀宗从小和爷爷学的 几种动物的叫声 这回倒是用上了 爷爷以前经常和太爷爷上山打猎 所以就会了一些动物的叫声 就教了他 不过 他也只是学过一些皮毛 只是学的还是挺像的 屋内几个人骂骂咧咧的 打得可起劲呢 王巴尔多林 第一个听到了狼叫声 安静 你们听听 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 王哥 你神经兮兮的做什么 哪有什么声音 赶紧发牌 二狗今天输了不手 就有些不耐烦了 王哥 哪有什么声音 别自己吓自己了 王看你今天被林国栋给吓破胆了 几人哈哈大笑起来 王巴尔以为自己听差了 就继续发牌 才发几张牌 敖屋的声音又传来了 这下大家都听清楚了 顿时神色紧张起来 真的是狼叫 村里怎么进了狼了 好像还不止一只 我就说有什么声音 你们还不相信 听声音 好像就在这屋子附近 王巴尔家的老屋 在山脚下不远处 离村里面还有些距离 孤零零的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 王巴尔才敢带着他们 这几个狐朋狗友 在这里完排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和发现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只是不想多管闲事吧 大家想的更多的是 今年怎么样多打几斤骨子 多收几根玉米 派着诸多长几斤镖 多挣几块钱 他们几个人万万没想到 还真的有狼下山了 那个赖皮 你和光头先出去看看 如果是真的 赶紧跑去村里喊人来救我们 王巴尔提议 他可不想 今天当了狼的典型 心里想着 估计是狼恶极了 才会下山进村 这样的狼更加可怕 王哥 不如你和二狗先出去看看吧 你们俩胆子平时不是更大一点 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光头可不傻 这王巴尔就想让他们去引开狼群 他好跑 四个人没有一个是傻的 大家都不愿意先出去 最后决定抽签决定 倒霉的二狗抽到了第一 他也只能认命 即使心里害怕得要死 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开门 而此时的林耀宗 手上拿着蛇皮带 正守在门口的转角处 二狗打开一边门的时候 立马被推了出去 里面的三人迅速把门关上 二狗在心里骂了一句 都是狗杂种 然后狠狠地催了一口 弹在地上 想着赶紧往村里跑 他才不会去喊人 既然他们无情无义 就别怪他不讲情分 守在那里的林耀宗 一个闪电般的速度 把就地取材的一撮草刺他嘴里 又用蛇皮带套住他的头 抡起棍子 直接把他打晕 力度他掌握好了 不会有事 打晕后 他用草绳子把他的手绑了 然后拖到一处 虽然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并没有和自己有多大仇恨 林耀宗并不打算教训他 约有头债有主 他只会收拾自己的仇人 屋里的人等了差不多五六分钟 见二狗还没有回来 就让光头去 光头 到你了 王八推了推光头 光头没有办法 谁让自己抽了一个第二 王哥 我怕 要不然咱撒一块出去吧 光头有些害怕 那怎么行 怨赌福说 你摸着了老二 人家二狗都去了 你凭什么不去 王八拒绝 光头 王哥说的对 你还是赶紧出去看看 二狗怎么样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 一旁的赖皮也说道 光头见自己怎么说也没有用 就只能去了 一开门 毫无意外地被推了出去 林耀宗这次直接把人敲晕 但没有堵他的嘴 只是把他塞进麻袋 拖到一处 光头身是可怜 爸妈死得早 有奶奶抚养长大 只是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天生不长毛发 读书同学们都笑话他 他也就自卑 不愿意上学 然后慢慢跟着王八混 把他奶奶气得几次生病 其实 这人本性不坏 因为有一次 林耀宗看到他救了一只受伤的小兔子 一般对动物都有怜悯之心的人 坏不到哪里去 所以他不打算对付他 再加上 他从来没有害过自己 二狗和光头真是傻 我们的字条上 写的也是第一第二 他们居然都没有要求看我们两个的 赖皮得意地笑道 你多学着点 王八得意洋洋地说道 是 王八这脑袋瓜子 可不是我们能够比得上的 赖皮赶紧地拍着马屁 这话让王八听得很舒服 窗外的林耀宗冷哼一声 两个狼背围歼的狗东西 等他们两个背入了狼口 估计狼群也该走了 到时候我们再出去 王八点燃一根烟 继续抽着 好歹毒的心思 几分钟后 嗷嗷嗷 王八怎么过了这么久 狼还没有散去 赖皮心里开始慌了起来 不会吧 我们再等一等 有个蚊子 吞磨的蚊子那么多 你们两个躲在里面不出来是吧 老子就把你们逼出来 林耀宗学着动物 用爪子敲门的声音 然后还时不时嗷嗡两声 里面的王八和赖皮两个人 吓得瑟瑟发抖 尿都吓出来了 快把灯关了 狼肯定是看到里面有灯光 王八喊道 赖皮赶紧把灯线拉了一下 灯光灭了 林耀宗阴冷地笑了笑 不再敲门 也不再学狼叫 而是躲在一旁 几分钟又过去了 结果一人挨得结结实实的一棍 两人当即晕了过去 林耀宗把他们装进蛇皮袋 用一种臭草色他们嘴里 然后绑结实了 接着他悠哉地走进屋里 开了灯 看到桌子上的牌 还有钱 那两个混蛋 吓得连钱都忘记拿了 桌上的钱还不少 足足有六七十块 差不多他二姐一个月的工资 不拿白不拿 林耀宗把钱穿上衣兜里 然后把他们两个 拖到光头他们一起 不过接下来 他又找了一根细长的竹鞭 使劲往赖皮和王八身上抽 这种东西抽人非常疼 但是不会伤筋动骨 但就是疼 今天他也只是小城大剑 并不想闹得太大的动静 赖皮和王八疼醒了 但却叫不出来 最后又被嘴里的臭草 给熏晕了过去 林耀宗抽的手都发疼了 这才拍了拍手 这才回家睡觉 今晚上做了一个好梦 第二十九章 光头好心来报信 第二天 林耀宗没事人一样 和父亲去了镇上 耀宗 昨晚上那个王八 是不是又来找你了 林耀宗从三轮车上下来 突然问道 他昨晚上好像迷迷糊糊 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 他只要怕刚刚有些转变的儿子 又跟着那个王八学坏 爸 没有 您听差了 林耀宗直接否认 可不能让老爸知道 昨晚上他干的好事 没有就好 林耀宗想着 可能是自己听错了 爸 那我去忙了 林耀宗推着三轮车 就往外骑 去吧 路上别闯祸 林耀宗不忘交代一声 爸 我知道了 林耀宗远远应了一句 而另一边 王八四人终于醒了 大概是冷醒了 虽然是夏天 早上还是有点凉的 因为光头没有绑着手 他第一个从蛇皮袋里爬出来 心中疑惑 自己为什么在蛇皮袋里待了一晚上 只记得昨天晚上脑袋上挨了一下 就晕了 其他的也都不记得了 刚刚爬出来 却发现旁边还躺着三个蛇皮袋 立马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蹲下来凑进去一看 这才发现是自己的几个同伴 这才把他们几个放了出来 看到他们这狼狈样子 他差点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还是强忍着 王八和赖皮两个人 吐掉嘴里的臭草 然后忍不住狂吐起来 这臭草又腥又臭 昨晚上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有多难受 最后也不知道怎么睡过去的 二狗看到他们身上的抽痕 好生奇怪 忙问道 王哥 赖哥你们两个怎么了 我还要问你们呢 为什么你和光头身上没有伤 王八甚至怀疑 是不是这两个打的自己 王八 你可别冤枉我 我昨天出来后 就感觉后面被人袭击了 随后我就不知道了 二狗赶紧解释 那要不然就是光头你了 王八看到 就光头一个人干干净净的 很是怀疑 光头赶紧摆了摆手 王哥 我可不敢 王八看光头那怂样 觉得他没有这个胆 他不傻 昨晚上分明是被人算计了 他甚至怀疑自己 昨晚上听到的狼吼 都是假的 他自己可以学猫头鹰叫 那么别人也可以 他们在这个地方打牌 除了他们四个人 就只剩下林耀宗那个傻鸟之道 莫非是他 这个时候赖皮也说道 王哥 咱们四个都遭了难 肯定是另有欺人 你昨晚上不是去找了林耀宗那小子吗 会不会 赖皮 你也觉得是那个傻鸟 王八问道 可是平日里 林耀宗对自己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自己叫他干啥就干啥 怎么可能敢这样做 我觉得有可能 咱们打牌这个地方 只有他知道 赖皮说道 其实赖皮不知道 村里人大多数都知道 只不过事不关己 谁也不愿意多管闲事 如果真的是那小子 我饶不了他 敢戏弄老子 不弄死他 也要弄残他 王八恶狠狠的说道 一旁的光头想着 这王哥会不会太狠了 真要弄出人命可不好 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村的 不过他不敢说 想着找个时间提醒一下林耀宗 平时林家对他们祖孙俩 还是挺好的 别人都看不起他们 只有林家没有 有时偶尔还接激他们一下 于是他故意喊了一声 糟糕 昨晚上打牌的钱 你们有没有拿 光头一说 王八他们立马想起来 钱他们根本没有拿 于是撒腿就往昨天打牌的屋子跑去 完全不记得身后的光头和二狗 光头 你咋不跑 本来也想跟着跑的二狗 见光头没有跑 好奇地问道 自己也停了下来 跑啥 昨晚上这样一闹 你觉得钱可能还在吗 也是 有可能没有了 说不定昨晚上算计他们的人 就是为了那个钱 就算钱还在的话 你觉得 还有我们两个人的份吗 光头自嘲地笑道 自己跟着光头 不过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一点点尊严 不用每次被别人瞧不起 二狗摇了摇头 光头 你觉得刚刚王哥说的 要把林耀宗打残 是不是真的 他觉得 未免太狠了点 这可是犯法的 光头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要回去睡觉 太困了 这二狗也是跟着王班混的 自己不能什么话都和他说 那好 我也回去睡一觉 太困了 二狗打了个哈欠 就往家里走去 而光头则是去了镇上 他听说林耀宗和他爸在镇上 开了一家收购站 不过这是 他不会告诉王班 虽然他知道这是 王班早晚会知道 不过有林爸在那里 王班应该也不能怎么样 村里没几个年轻人 不怕林父的 包括林耀宗自己 刚刚到了镇上 打听了一下 还真让他打听到了地方 他也找了去 谁知道在路上 就碰到了骑着三轮车 载着扮三轮车的废品 林耀宗也看到他了 耀宗 你找我 光头点了点头 我想问问你 昨晚上 你有没有去 我们打牌的地方 没有 王哥倒是找了我 不过 我爸最近看得我特别紧 我去不了 林耀宗并没有承认 光头也不知道 他说的真的假的 只得说到 赖皮和王哥都在怀疑你 你自己小心 你们昨晚上出啥事了 他怀疑我什么 林耀宗继续装傻 昨晚上有人学狼教 把我们都引了出去 王哥和赖皮被打得比较惨 他们怀疑上你了 难道是另有其人 看林耀宗这个样子 好像完全不知道的表情 这样啊 子子 谁吃了雄心抱子胆 敢打王哥 林耀宗一脸的不可思议 表示自己被惊到的表情 搞得光头觉得都不好意思 自己肯定猜错了 既不是你那更好 不过 你还是要小心点 没事还是跟着林叔吧 王哥最怕他了 光头还是不忘丁主道 我知道了 光头 谢谢你 林耀宗说的是真心话 毕竟他能够特意和自己说 让自己小心 就是还有点良心的 不用谢 平时 你们也挺照顾我奶奶的 好了 我先回家了 光头也不敢久留 说完就转身离开 林耀宗忍不住喊了一声 光头哥 别跟着王八混了 想想你奶奶 光头的身子一僵 停在那里 最后还是 什么也没有说 走了 第三十章 离剑记 林耀宗看着光头离去的背影 叹口气 想着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还是能拉回来就拉回来 他知道光头之后 因为被王八利用 进去了 之后他也不知道 最后怎么样了 只知道光头的奶奶 知道光头进去了 活活气死了 丧事还是村长和大家帮忙办理的 林耀宗想着 此事也不能急 要慢慢来 就骑着三轮车 往自己的废品收购站齐去 这个点快中午了 他和老爸 也该回去吃饭了 好在前面不远处就是了 爸 上午生意怎么样 林耀宗把收到的废品 往里面搬 还不错 你这可没有我收得多 林国栋看了一眼 三轮车上的废品 嗯 今天上午的确不多 还是爸厉害 林耀宗不忘拍了拍马屁 没事 生意慢慢做 咱不急 反正不会亏本 林国栋乐呵呵的说道 现在儿子这样踏踏实实的 他心里高兴 他倒也没想不发大财 只要几个孩子健健康康 不误企图就好了 爸 说的对 我喝口水 咱就回去吃饭 下午咱继续 跑了一上午 他还没有喝上一口水 可把他渴死了 看着儿子这两天都晒黑了一点 他也很心疼 明天把家里的那个水壶带上 路上渴了 也可以喝口水 知道了 爸 咱回去吃饭吧 林耀宗拿起肩膀上挂着的毛巾 擦了擦汗 笑着说道 林国栋点了点头 走了出去 直接坐上了三轮车 林耀宗锁好门 爸 坐稳了 大长腿一胯 骑得稳当得很 他并没有平时那个速度 毕竟后面还坐着老爸 你这小子 骑车还挺稳 林国栋难得的夸赞儿子 嘿嘿 爸 这算什么 以后咱还要骑摩托车 还要开汽车 林耀宗笑着说道 他并不是吹牛皮 而是真的这样想的 你这臭小子 在老子面前吹牛也就算了 可别到外面瞎吹 也不怕别人笑话 林国栋以为儿子 和自己吹牛皮呢 年轻人喜欢打狂语 吹牛皮他也理解 自己也年轻过 过过嘴瘾就行了 林耀宗本想解释自己 并没有吹牛皮 说的都是真的 但想了想 还是没有解释 只是笑了笑 爸 不会去外面瞎说 您放心好了 林国栋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又问道 刚刚光头那孩子找你干什么 他远远的看到了 虽然他也五十多了 但眼睛还好的很 他不会看错 那人就是村里的光头 那光头的标志村里独一分 所以自己不可能看错 爸 您都看见了 没事 他就是来给江奶奶买药 遇上了就闲聊了两句 林耀宗并不想说实情 免得父亲担心 你江奶奶也是可怜 身体不好 好不容易把光头拉扯大 谁知道那孩子也不让人省心 林国动叹口气 也是一脸痛惜 爸 现在光头哥可能还没有转过弯来 等他想通了 会好的 林耀宗安慰着父亲 他会把他拉回来的 大不了自己带着他 也不能让他不了就诊 你没事得空的时候 就去给江奶奶做点事 挑水浇菜什么的 他帮的也只有这些了 当年自己和江奶奶的儿子 描水生 关系还不错的 谁知道 命运真的是不由人 想了想 林国动掏出五十块钱 递给儿子 这五十块钱 你抽空给你江奶奶送去 随便找个什么理由 对了 这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以前家里也是入不敷出 现在稍微好一点 他也就尽点绵薄之力 爸 我妈也不让说嘛 林耀宗故意调侃父亲 臭小子 让你不要说就不要说 哪那么多废话 他看出儿子是故意的 他不让说是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知道了 爸 林耀宗爽快的硬了 父子二人聊着聊着就到家了 刚刚到家 林耀宗就看到王班躲在那边 和自己招手 还好父亲并没有发现 爸 你先进去 我肚子有点疼 大概昨天晚上着凉了 我先去解决一下 林耀宗捂着肚子装疼 去吧 懒人屎尿多 林国栋挥了挥手 随即自己走进大门去了 林耀宗立马恢复原状 然后朝王班站的位置走了过去 身子微微弯了弯 脸上露出惶恐的表情 一脸讨好恭敬的笑 王哥 可是有事找我 不错呀 三轮车都买上了 王班阴阳怪气的说着 心里想着 这家伙 莫非真的拿了自己的钱 去买三轮车 王哥 那是我爸借钱买的 他让我收破烂去 我可不想去 可是我怕他半夜三更不睡觉 来先被子打我 林耀宗装得一脸可怜像 你爸让你收破烂 王班听了 也是大吃一惊 这林老头鬼点子真多 居然让自己亲儿子去收破烂 这还要不要脸啊 林耀宗点了点头 可不是吗 昨晚上 你来叫我还是被他发现了 又狠狠 把我揍了一顿呢 不信你看 可疼死我了 见王班半信半疑的看着自己 林耀宗捞起袖子 露出手臂上血红的伤痕 这伤痕是他自己作假的 他昨晚上收拾了他们 就想到了这一点 这王八蛋肯定会怀疑上自己 但自己现在还不是和他撕破脸的时候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他不急在这一时 这下王班猛圈了 看样子并不是这小子 那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林耀宗低头一笑 不过很快抬头 一脸关心的样子 王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快告诉我呀 看把我急的 我可一直把你当亲大哥呢 亲大哥个屁 呸 王班看林耀宗 好像是真的关心着急的样子 便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道了出来 谁这么大胆 敢这样对我王哥 看我不做死他 林耀宗一副要找人去干架的模样 被王班拦住 耀宗 你别冲动 这人都还不知道是谁呢 原来这小子 还是那么的傻鸟一个 哦 那你觉得是谁 王哥 你刚刚不会怀疑我吧 林耀宗一副后知后觉的样子 声音都提高了几度 王班吓得左看右看 生怕林老头操根扁单就出来了 你小声扁 你爸来了 你我都要挨打 哦 对 不能让我爸听见 林耀宗点了点头 王怎么可能怀疑你呢 你把我当大哥 王心里明白 王班赶紧笑着说道 嗯嗯 我觉得光头肯定不可能 他没有那个胆 其他的我也不好说 今天我看到赖皮在镇上 请一个女人下馆子呢 林耀宗故意压低声音说道 这时 林府的声音传来 臭小子 掉毛坑了 吃饭了 王哥 我爸在喊了 我先回去了 老爸这声喊的正是时候 好 我也回去了 王班点了点头 却总想着赖皮情女人下馆子的话 林耀宗快速的跑回家 先让你们狗咬狗 我就等着看戏就好 我先让你们狗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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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